大家好,欢迎来到这里,分享知识,点燃灵魂,阿法尔说,伴你同行,今天我要分享的书籍是无限可能,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导读与引言,上天赐予,我们人类最宝贵的礼物是我们的大脑,大脑让我们能够学习,爱,思考,创造,以及体验快乐,大脑是通往情绪的门户,让我们能够深刻地体验生活,与所爱之人,白头到老。 大脑让我们可以去创造,去成长,去成功。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有些非常实用的方法可以强化大脑,增强学习能力。 众所周知,通过合理的锻炼和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促进心血管健康,但是先有人意识到,我们其实也可以大幅强化自己的大脑,借此改善我们的生活。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世界并没有为我们的大脑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 吉姆·奎克·Jim Quake随后会给我们勾勒一幅路线图,告诉我们如何进入无限学习,无限可能的境界。 在提升思考能力、专注力、学习能力和成长能力带至创造无限可能的道路上,奎克认为存在四个反派。 一是数字洪流,Digital Deluge。 在我们的世界中,时间是有限的,每个人的期待又各有不同,信息泛滥,无休无止,这让我们不堪重负,焦虑失眠。 我们渴望找到应对之策,重新高效工作,表现优异,找回内心的平静,或者至少表面上能做到这些。 二是数字分心,Digital Distraction。 数字多巴胺带来的快感转瞬即逝,它让我们丧失了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这是我们维持亲密关系,进行深度学习或工作时不可或缺的一种能力。 最近,我参加了一次讲座,我身边坐着我的一位朋友,我注意到他在短短几分钟内多次拿起手机。 我找他要来手机,通过查看监测屏幕使用时间的软件,发现他在一天之内已经使用手机超过1000次,收到的通知超过1000条,包括短信,来自社交媒体软件的通知,电子邮件,新闻提醒。 虽然其中个别内容比较重要,但是总的来说,大部分内容都是无关紧要的,它们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无法专注于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三是数字痴呆,Digital Dementia。 记忆好似肌肉,现在人们任由这块肌肉萎缩。 大家的口袋里都装着手机这台超级计算机,这确实益处很多,然而我们可以把手机想象成一辆电动自行车,骑起来既有趣又轻松,却不能让我们保持优美的身材。 相关研究表明,我们的学习能力越强,我们进行的脑力断裂越多,我们罹患痴呆症的风险也就越低。 在很多情况下,把记忆外包给电子产品,受害的往往是我们自己。 最后一个破坏大脑的反派是数字推论,Digital Deduction。 现在的世界充斥着各种唾手可得的信息,而我们在如何使用信息方面已经误入歧途。 很多时候,我们的批判思维和推理都要依赖现代科技。 许多结论都是通过网络搜索得来的,我们开始丧失自己做出判断, 得出结论的能力。 我们永远都不应该让别人代替我们思考,但是我们却纵容各种设备代替我们思考, 并且沉醉其中而不自知。 这四个数字反派产生的累积效应,Cumulative Effect, 会夺走我们的专注力、注意力和学习能力。 最重要的是,它们会夺走我们的思考能力,不仅让我们无法清晰地思考, 还会导致大脑疲劳、注意力涣散、学习困难、缺乏幸福感等一系列问题。 技术飞速进步既会带来益处,也会造成危害。 我们使用科学技术的方式,可能会导致大脑负荷过度、 记忆丢失、注意力分散和高度依赖设备。 这些问题会如传染病般蔓延,让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本书传递的信息是大家急需了解的。 其实,我们天生就具有最强大的终极记忆技术, 而且保持大脑的健康和活跃,无疑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生活中的一切都受它掌控。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被信息洪流淹没的世界, 人们总是心不在焉。 学习如何过滤数据,学习发展新方法和新技能, 无疑是21世纪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 具备更快、更轻松学习的能力, 就能顺利完成生活中的一切事情。 这意味着你应该开始像训练自己的身体一样, 训练自己的大脑。 正如你想拥有健康的身体一样, 你肯定也想拥有灵活、强大、充满活力的健康大脑。 这是吉姆的专长,也是他的谋生之道, 他是一位私人大脑教练。 前面我提到四个反派, 你会通过本书学会如何打败这些反派,突破限制。 吉姆说过,成就非凡人生的关键在于突破限制。 他用自己的无限可能模式, Limitless Model,成功地实现了人生的转型与飞跃。 如果你正在苦苦努力,想在某个领域取得成绩, 你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什么限制了我? 通常情况下,你在思维模式、内在动力或方法方式方面, 受到自我限制。 我们总认为,自己很难突破自身的障碍, 事情恰恰与之相反, 一切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我们可以随时克服这些障碍。 如果我们的思维模式无法与我们的愿望或目标匹配, 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美梦成真。 你面对的束缚与限制可能来自很多方面, 包括信念、往事、根深蒂固的想法、态度、 关于自己的设想、对于可能性的判断等, 发现到底是什么限制了你至关重要。 创造无限可能的第一步就是检查、挖掘并且根除自我设限。 我的母亲告诉我,我可以尝试任何事情, 因为我很聪明、能力很强, 我尝试做的任何事情都能做到最好。 这个信念深至于我的脑海之中, 帮助我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 我也认为,夫妻感情会出现波折, 会充满痛苦和戏剧性, 因为我目睹了父母的离婚和再婚, 我花了将近五十年的时间, 才抹去这些事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并在我的婚姻里收获了真正的幸福。 创造无限可能的第二步, 就是找到你的动力。 吉姆概述了激发人生动力的三个关键要素。 一是你的目的, 搞清楚为何努力非常重要。 比如,你想要比同龄人显得年轻, 虽然健身并非你的喜好, 但是你依旧投身其中, 努力使身体变得更强壮, 因为这样可以冲散生活中的不愉快。 二是有能力做你想做的事情, 这需要能量, 而能量也需要相应的能量管理, energy management。 要想实现目标, 你必须具有与身体效能, human performance相关的科学知识, 你要使用营养丰富的食物, 积极锻炼身体, 管控压力, 保持高质量的睡眠, 掌握沟通技巧, 建立健康的恋爱关系, 远离恶性的恋爱关系。 此外, 你设置的任务必须是能轻松完成的, 通过一小步一小步的累积, 最终获得成功。 用牙线清洁一颗牙齿, 读一页书, 做一个俯卧撑, 冥想一分钟, 完成这些事情都能增强你的信心, 最终使你迈向更大的成功。 创造无限可能的最后一步是遵循正确的方法。 我们目前学习集掌握的依旧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学习方法, 并且试图让它们在21世纪发挥作用。 本书让我们了解到, 实现任何目标, 我们都可以依赖五种关键方法, 专注、 学习、 增强记忆力、 快速阅读、 批判性思维。 本书介绍的这五种方法, 能让我们驾驭自己的思维模式和动力, 更轻松、 高效地实现梦想。 吉姆对所谓的极限并不陌生。 在孩提时代, 他的头部受到创伤, 损害了其注意力、 专注度和学习能力, 那是一位缺乏同情心的老师指着他说, 这个孩子的脑子坏掉了。 终其一生, 吉姆都在学习如何治愈曾经的创伤, 努力将自己面临的挑战, 化为学习时的超能力。 其实, 我们每个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脑损伤, 本书是治愈我们大脑的一技良药, 可以让我们重新架构束缚自己的想法, 让生活达到新的高度。 学会学习就像掌握了终极武器, 我们可以由此掌握任何技能, 培养任何能力, 叫我们学习正是本书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吉姆、奎克在书中提供了详尽的路线图。 对大部分人而言, 高校的学习能力并非与生俱来的, 在本书中, 吉姆将他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过去三十年, 吉姆的合作对象包括学生、教师等各行各业的人。 他也曾为世界上许多先进的教育系统提供服务, 用自己的方式培训教育工作者、管理人员和学生。 他的教学工作行之有效, 令人受益匪浅。 没有哪种药物能够让人一步登天, 成为天才。 要想成为天才, 必须经历一个过程, 阅读本书, 你便能感受这一过程。 本书为你勾勒了一幅升级大脑的美好蓝图, 不仅让你学会更快, 更好, 更有效的学习, 也让你学会通过合理膳食、 进补、 锻炼、 冥想、 睡眠等手段, 从生理层面治愈和保养大脑, 促进新的脑细胞生成, 增强脑细胞之间的联系。 如果你目前的思维模式, 内在动机和方法方式限制了你, 让你无法具备实现梦想的能力, 那么这本书非常适合你, 它就像一本操作手册, 指引你拥有更聪慧的大脑, 迈向更美好、 更光明、 更辉煌的未来。 阅读本书《你的学习和生活》 将开启全新的篇章。 医学博士马克·海曼·马克·海曼 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 功能医学中心主任。 其作品十二次登上 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2019年12月, 引言 Michelle Fan 米歇尔·潘 美妆达人 在孩童时代, 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发挥想象力, 甚至会相信魔法是真实存在的。 小时候, 我觉得自己有超能力。 如果你手握神灯, 精灵可以满足你的一个愿望, 那么你会许下怎样的愿望? 当然是获得不限次数的许愿机会了。 现在, 想象一下, 我就是你在学习中的精灵, 我可以满足你一个关于学习的愿望, 教会你任何一个科目或一项技能。 你想要学什么? 搞懂哪个学科或学会哪项技能, 就相当于得到了不限次数的许愿机会了。 学会如何学习, 没错吧? 如果你学会更聪明, 更迅速, 更出色的学习, 就可以将这种能力应用到任何领域之中。 你可以学会控制自己的思维模式, 学习动力, 还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学会说普通话, 学习市场营销, 音乐, 武术, 数学等学科知识。 这种能力不会因为领域的不同而受到限制。 你可以成为脑力超级英雄, 一切皆有可能, 因为你已经突破了极限, 将有无限可能。 我希望你读完本书之后, 能实现这个愿望, 这也是我写作本书时肩负的使命。 首先, 我想说我非常尊敬, 也非常钦佩你。 花钱买下这本书并开始阅读, 与那些安于现状, 自我设限的人相比, 你已经遥遥领先了。 有这么一小群人, 他们不仅希望生活更加出彩, 更愿意付出努力去争取成功, 你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换句话说, 你就是我们故事的主角, 你已经响应了这次冒险旅程的召唤。 我相信, 我们一同踏上的这次终极冒险之旅, 不仅可以挖掘并开发我们所有的潜能, 还会激励其他人, 也踏上这段征途。 我不知道, 此前你有过怎样的经历, 才促使你拿起了这本书。 我猜测在此前的人生旅途中, 至少有时你会接受别人或你自己施加给你的限制。 这些限制可能包括你的阅读速度不够快, 无法获取你需要的所有信息, 你的头脑不够敏锐, 无法在工作中取得成功, 你缺乏动力, 无法完成任务, 亦或是你缺乏活力, 无法达成自己的目标。 诸如此类, 不胜枚局。 本书最根本的目的是帮助你实现突破, 让你不再迷茫。 我们从父母, 电视节目, 各种媒体, 以及市场宣传中, 接收到了太多的谎言。 他们仿佛是一场集体催眠, 说我们能力有限。 不知何故, 仿佛我们就是不够优秀, 不能有所成就, 不能大胆尝试, 不能追求完美, 不能发明创造, 不能做出贡献。 如果你相信你的能力存在上限, 这会阻碍你实现最远大的梦想。 但是, 我保证, 你的任何信念都无法真正禁锢真实的自我。 每个人的体内都有巨大的潜能, 我们的力量, 智力和专注度都可以显著提升。 激活这些超能力的关键就在于释放自我, 突破极限。 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超过25年, 我的合作伙伴, 来自各个年龄段, 国家和种族, 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 拥有不同的教育背景。 我发现, 无论一个人来自何方, 面对怎样的挑战, 他体内永远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潜能, 等待着被发掘。 所有人, 无论年龄几何, 背景怎样, 接受过何种教育, 是男是女, 此前有怎样的人生经历, 都能够超越此前对自己的认知, 超越自己给自己预设的上限。 读者朋友, 你也一样, 让我们携手合作, 把你此前给自己预设的极限, 抛在脑后。 在本书中, 我经常会提到超级英雄和超能力。 这是为什么? 首先是因为, 我对超级英雄和超能力特别着迷。 孩童时代, 我的大脑遭受过损伤。 在学习方面遇到困难时, 我会扎进漫画书和电影中, 逃避现实。 在我痛苦挣扎的岁月里, 他们激励了我。 我意识到, 我喜欢的那些漫画书和电影, 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 那就是英雄之旅。 约瑟夫、 坎贝尔、 Joseph Campbell, 认为这是一种经典的剧情结构, 它几乎适用于所有著名的冒险故事, 比如, 《绿叶先宗》, The Wizard of Oz, 《星球大战》, Star Wars, 哈利, 波特, Harry Potter, 美食, 祈祷和恋爱, Eat, Pray, Love, 饥饿游戏, The Hunger Games, 指环王, The Lord of the Rings, 爱丽丝梦游仙境, Alice in Wonderland, 黑客帝国, The Matrix, 等等。 回想一下你最喜欢的故事, 或者我刚才提到的电影及图书, 下面这个情节你熟悉吗? 主人公, 比如哈利, 波特, 最初身处平凡的世界, 一个他非常熟悉的世界。 随后, 主人公听到了冒险的召唤, 他有不同的选择, 可以选择无视召唤, 继续待在原来平凡的世界, 一切如常, 或者选择响应, 进入未知的全新世界。 如果响应召唤, 比如在黑客帝国中, 尼奥选择服下红色药丸, 主人公会遇到他们的向导或导师, 比如龙威小子中的工程先生, 接受训练, 以便做好准备去克服困难, 取得新的成就。 主人公会拥有新的力量, 掌握新的技能, 用前所未有的方式, 利用他们现有的能力。 主人公超越了此前自己预想的能力上线, 进入全新的境界, 然后他们将面临终极考验。 最终, 主人公会回归平凡的世界, 比如陶勒茜, 回到了堪萨斯州, 确实带着冒险给予他们的恩赐满载而归, 他们会从冒险中获得财富、 情感、 力量、 清晰的头脑以及智慧。 主人公会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所学所得。 英雄之旅的故事结构非常完美, 可以给你的人生平添几分力量, 让你更加坚定心中的目标。 而在本书中, 你就是主人公, 你就是超级英雄。 我始终认为, 人的潜能是世界上少数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资源之一。 大部分资源都是有限的, 但是人类的思维是终极超能力, 我们的创造力、 想象力、 决断力, 或者我们的思考能力、 推理能力以及学习能力都是没有极限的。 然而, 我们的潜能也是最少得到开发利用的资源之一。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公, 我们的潜能犹如一口深井, 即便每天从井里挤水, 它也永远不会干涸。 但极少有人这样生活。 这也是我撰写本书的原因。 我想让你意识到, 无论你身在何方, 有过何种经历, 你都可以充分释放自我潜能, 摆脱限制, 走向自由。 这种意识的觉醒, 可能是你从平凡世界迈向非凡世界所需的唯一外力。 本书能为你唤醒这种意识, 带来这股外力。 你能从自理行间获得一系列实用的方法, 挣脱脑海中为自己预设的限制。 你可以学到如何突破你的动力极限。 你可以学到如何突破记忆力、 专注力和日常习惯的极限。 如果我是你的英雄之旅的导师, 那么这本书就是你的地图, 帮助你驾驭你的思维模式、 内在动力和学习方法。 一旦你能够驾驭它们, 你就能创造无限可能。 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就在眼前, 你知道门的那边等待你的是什么。 推开这扇门吧。 第一章, 人类大脑可以突破任何极限。 J.K. Rowling J.K.罗林 著名作家, 改变我们的世界根本不需要什么魔法, 只需要充分发挥我们内在的力量。 我太傻了, 我没弄懂, 我太笨了, 学不会。 我们从小到大一直会说这些口头禅。 曾几何时, 我每天都会告诉自己, 我太迟钝了, 我太笨了, 我永远也学不会如何读书, 更别说, 如何生活了。 如果有一种药碗能给我的大脑充电, 我吃下它后就会变得更聪明, 就像布拉德利, 库珀, Bradley Cooper主演的电影《永无止境》 《Limitless》里的情节一样, 那么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吞下一刻。 我相信很多人与我一样, 对自己抱有同样的看法。 如果你问我小时候的老师, 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告诉你, 他们绝对想不到, 我能写出这样一本书。 当时, 如果我能顺畅地阅读, 他们都会惊掉下巴, 更别说, 要我写书了。 一切都愿意我上幼儿园时的一次意外, 他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那天我在上课, 窗外突然警铃大作。 教室里的每个人都听到了, 老师望向窗外, 说他看到了消防车, 全班同学以幼儿园小朋友的方式, 对这个信息做出了反应, 迅速地冲到窗前。 我特别兴奋, 因为那时我已经迷上了超级英雄, 现在依旧痴迷。 对我来说, 消防员是现实生活中, 我认识的最接近超级英雄的人。 我的个子不够高, 看不到楼下的消防车。 有个同学搬来了椅子, 然后他站在上面往下看, 其他人纷纷效仿。 我跑回我的桌前, 搬来了椅子, 把他推到窗户下面, 紧贴着窗下巨大的铁质暖气片。 我站在椅子上, 看到了消防员, 这让我又惊又喜。 太令人兴奋了。 这些英雄们英勇无比, 他们穿的制服似乎肩不可摧, 他们乘坐鲜红的消防车, 出入火场, 他们的表现让我目瞪口呆。 随后, 有个同学从下面抽动了我的椅子, 这让我的身体失去了平衡。 我头朝下栽到了暖气片上, 顿时鲜血直流。 老师急忙把我送到医院, 医生为我处理了伤口。 事后, 他们没有对我的母亲隐瞒我的伤情, 说我的大脑受到的损伤, 绝不是轻伤。 母亲说受伤后的我与之前判若两人。 受伤之前, 我是一个充满活力、 自信和好奇心的孩子。 而受伤之后, 我的内心仿佛与世隔绝, 在学习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 我发现, 对我来说, 集中注意力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我无法专心置之地做事, 记忆力也变得极差, 有些严肿忘条。 如你所想, 对我来说, 上学成了一种煎熬。 老师们会不断地给我重复所讲的内容, 最后, 我也只是假装理解, 免得他们再废口舌。 其他同学在学习阅读的时候, 我却不认识那些单词。 你记得学生时代的课堂活动吗? 大家围坐成一圈, 传阅书本, 朗读其中的片段。 对我来说, 那是最糟糕的时刻。 我如坐针毡地等待, 看着传阅的书本逐渐逼近。 轮到我时, 我望着书中的内容, 一个单词都不认识。 我觉得这也是当初, 我对在公众场合演讲极度恐惧的原因。 此后, 我花了三年的时间, 才学会阅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对我来说, 读书就是在与困难作斗争, 还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如果不是因为我在漫画书中, 遇到的那些超级英雄, 我都不确定自己能否学会阅读。 普通的书根本吸引不了我的注意力, 但是我对漫画的迷恋, 驱使我不断地强迫自己去阅读, 直到可以读懂超级英雄的故事, 而不是等别人读给我听。 我会在深夜躲进被子里, 用手电筒照明看漫画书。 这些故事给了我希望, 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 我也能克服它们。 从小到大, 我最喜欢的超级英雄是X战警, 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最强大的, 而是因为他们是一群被误解的超级英雄, 并且与众不同。 我觉得我们之间有种共鸣, 他们是变种人, 与社会格格不入, 不理解他们的人会对他们敬而远之。 我也有相同的经历, 只不过我没有超能力。 社会排斥X战警, 我也遭人排斥。 我觉得我和他们是同一类人。 我在位于纽约市郊区的维斯特切斯特县, Westchester County, 长大。 有天晚上, 我兴奋地发现, 漫画书里X教授的天才少年学校, School for Gifted Youngsters, 就在我家附近。 九岁的时候, 几乎每个周末, 我都会骑自行车, 在我家附近, 寻找那所学校。 我对漫画的着迷近乎痴狂。 那时的我觉得, 如果能找到天才少年学校, 我一定要进入那所学校学习, 因为那所学校会为与众不同的孩子提供安全的庇护所, 那样我就能在学校里发掘和提升自己的超能力了。 脑子坏掉的孩子。 现实世界并没有漫画书里那么友善。 我的祖母子前一直与我们住在一起, 帮助父母抚养我长大。 那时候, 他开始出现阿尔茨海摩症的早期征兆。 眼睁睁地看着你爱的人失去思维能力和记忆, 这种痛苦难以言表。 那种感觉, 就像我们要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他, 直至他过世。 那时候, 他是我的全世界, 所以后来我极其热衷于改善大脑健康, 以及让大脑变得更加灵活。 当然, 那时我自己也遇到了学习障碍。 在学校里, 我总是被欺负和取笑, 不仅是在操场上, 在教室里也是如此。 我记得有一天, 一位老师因为我没听懂课程内容而沮丧万分, 他指着我说, 这个孩子的脑子坏掉了。 当我意识到如果他是这么看我的, 那么其他人可能也是如此时, 我几乎崩溃了。 当你给某人或某事贴标签时, 你便在无形中为某人或某事设置的极限, 那个标签就是你设置的极限。 作为成年人, 一定要对自己说出口的话谨慎小心, 因为这些话很快会成为孩子内心的想法。 这就是我在那一刻的感受。 每当我在学习上遇到困难, 测验成绩不佳, 体育课上没有同学愿意跟我组队, 或者是在某个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同学时, 我就会告诉自己, 这是因为我的脑子坏了。 我怎么能指望自己与别人有一样的表现呢? 毕竟我受过伤, 我的脑子不如别人转得快。 即使我比其他同学更加刻苦地学习, 我的分数也与我的付出不成正比。 我非常执着, 不愿意放弃, 挣扎着没有留级, 但是我的成绩与优秀相差很远。 虽然几个非常有学习天赋的朋友帮助了我, 让我在数学上有所进步, 但是其他大部分学科, 特别是英语、阅读、外语和音乐, 我的成绩都非常糟糕。 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我的成绩越来越差, 英语显些不及格。 我的父母找英语老师讨论, 我需要怎样做才能取得及格的成绩, 以便升入二年级。 老师给我设置了一个加分项目, 我需要撰写一份报告, 对比两位天才的生活和成就, 他们是列奥纳多、 达·芬奇、 利安纳多·DeVinci和奥尔伯特、 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他告诉我, 如果我能高质量地完成这份报告, 他便会确保我的英语成绩及格。 我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的高中生涯开局比较艰难, 这就像让我可以有机会按下按钮, 重启高中生活一般 我必须倾尽所能 努力写出一份最棒的报告 放学后 我泡在图书馆里 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在写报告的同时 我也竭尽所能地 去了解这两位才华横溢的智者 了解他们的一切 非常有趣的是 在研究过程中 我总能看到有人提到 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和利奥纳多 达分歧 都在与所谓的学习困难 做斗争 整个报告的撰写过程 持续了几周 我把写成的报告 打印了出来 我为自己能写出 这样一份报告感到骄傲 我非常专业地 把报告装定了起来 这份报告是我的一份声明 我要以这样的方式 向全世界宣布 我有能力做好一件事 到了该上交报告的那一天 我把它放在书包里 一想到 要交给老师这样一份报告 我就非常兴奋 而一想到 他看到我报告之后 会有的反应 我不禁更加兴奋 我打算下课时 把报告交给老师 所以一整节课 虽然我的人坐在那里 想努力集中注意力 但我的思绪 总会飘到 我向老师成交报告的那一刻 我希望看到老师脸上浮现欣慰的表情 但是老师的做法让我有些猝不及防 大约课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老师结束了他的授课 告诉同学们 他有个惊喜要送给大家 他说 我一直在写一份报告 以便获得额外的学分 他希望我能够向全班做报告 就在课堂上 就在当时 平时我在学校里 总是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这样老师就不会在课堂上提问我 如果你是那个脑子坏掉的学生 你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东西 值得与大家分享 我非常害羞 不喜欢引人注目 那时我的超能力应该就是隐身 让我在公共场合讲话 还不如让我去死 我绝对没有夸大其词 如果当时给我接上心脏监护仪 可能我的心跳快得连机器都测不出来 更严重的是 我几乎无法呼吸 我根本不可能站在大家面前 与他们谈论我撰写的报告 所以我当时选择了 我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 很抱歉 我没有写报告 我结结巴巴地说 虽然只有短短两句 但我说得万分艰难 老师的脸上写满了失望 这与我此前幻想的表情截然不同 那种深深的失望让我心碎 但是他想让我做的事情 我真的做不到 下课后 大家都离开了 我把报告扔进了垃圾桶 我觉得我的自尊 和对自己价值的认识 也有大半随着报告 跌入了垃圾桶中 你比想象中更接近目标 说来也怪 尽管我在校学习期间 遇到了种种困难 但最终 我还是勉强考上了一所当地的大学 本以为作为一名大一新生 我有机会重新开始 这也是我最后的一次机会 我曾梦想让我的家人以我为傲 向全世界 更重要的是 向自己展示 我有获得成功的潜力 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 大学教授的授课方式 与高中老师不同 加之这里没有人对我有先入为主的看法 我开始奋发努力 但是我的课堂表现比高中时还差 几个月后 我不得不面对现实 继续浪费时间和学费 毫无意义 我准备退学 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了一位朋友 他建议我在做决定之前 与他一起去拜访一下他的家人 共度周末 他觉得带我离开校园 或许能让我换个角度看问题 我们到了他家 他的父亲在晚餐之前 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家 参观的时候 他问我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对我来说 我不希望任何人问我这个问题 我相信我的反应让他目瞪口呆 我突然哭了出来 不是那种强忍泪水的哭泣 而是直截了当的嚎啕大哭 我看得出我的反应让他大吃一惊 但是他的无心疑问 却摧毁了我心里的堤坝 无数被压抑的情绪 决堤而出 我给他讲了脑子坏掉的孩子的故事 他耐心地倾听 我说完之后 他直视着我的眼睛 金姆 你为什么去上学 他问道 你想要成为怎样的人 你将来想做什么 你将来想得到什么 你将来想与别人分享什么 一时之间 我想不到答案 因为此前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些问题 但我觉得 我似乎应该马上给出答案 我准备开口 他阻止了我 然后他从口袋里的日记本上撕下几页纸 让我把答案写在纸上 在本书中 我也会给大家展示 怎样通过提出问题 提升学习和做其他事情的速度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 我列了一份清单作为答案 完成之后 我叠好纸 准备把这几页纸放到我的口袋里 说时迟 那时快 朋友的父亲从我的手中抢走了他们 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觉得 没有人会读我写的东西 更何况是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 他打开了那几页纸 认真地看了起来 但这对我来说 是一种煎熬 虽然实际上应该只有一两分钟 但是 我觉得他似乎花了几个小时 才读完我写的答案 读完后 他说 你距离这份清单上的每件事情 也就差这么一点距离了 他用左右手十指笔画出 大约一英尺 一的距离 我觉得他的画简直是无稽之谈 我告诉他 就算我能活十辈子 也不可能做到这份清单里的事情 但他随后又伸出两根食指 食指间的距离没有改变 他只是把两根手指 分别放在我的脑袋两侧 他之前说的距离 实际上是我脑袋的宽度 他对我说 这才是关键问题 跟我来 我给你开些东西 我们走回屋内 他带我去了一个 此前我们没去过的房间 房间里到处都是书 靠墙的书柜里 地板上堆满了书 要知道 在那个时候 我并不喜欢读书 在我看来 满屋堆叠的书 就像蜿蜒盘踞的蛇 更让我害怕的是 他从书架上拿下那些蛇 然后递给我 我看了一下书名 发现都是些名人传记 这些名人 有男有女 生活在各个历史时期 还有些早期讨论个人成长的书 比如大思想的神奇 The Magic of Thinking Big 正面思考的力量 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 思考致富 Think and Grow Rich 吉姆 我希望你每周 能从这些书里 挑一本阅读 月入我脑海的 第一个想法是 我讲我经历的时候 你用心听了吗 当然 我没有大声说出来 我回答到 我不知道 我怎样才能办到 阅读对我来说 绝非意识 而且我还有很多作业要做 他举起手指 说不要让学校成为 你受教育道路上的绊脚石 Don't let school interfere with your education 后来 我得知他这句话 转述自马克 土温Mark Twain的名言 我说 你瞧 我知道读这些书很有益处 但是我不想做任何 我不能兑现的承诺 他稍稍停顿了一下 然后把手伸进口袋 拿出我的梦想清单 开始大声朗读上面的内容 听到另外一个人的声音 在朗读我的梦想 我的思绪乃至灵魂 都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 说实话 清单上的许多事情 是我想为家人做的 是我的父母 可能永远负担不起 或者即使负担得起 也永远不会为自己做的事情 朋友的父亲 大声不给我听 我深受感动 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种方式 会让我如此动情 朗读生生生地激发了我的动力 使我明确了目标 他读完清单后 我告诉他 我会按照他的建议读书 尽管我打心底里 不知道如何完成这一状据 提出正确的问题 周末结束了 我带着好友的父亲 给我的书回到了学校 现在 我的桌子上放着两楼书 一楼是一位课程需要读的书 另一楼是我答应好友的父亲 要读的书 我答应他我要读的书的数量 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 对我来说 读书一直都是一种负担 面对堆积如山的图书 我该如何着手呢 阅读课程需要的书目 我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现在又需要额败阅读这么多书 我该怎么办 读书的时间从何而来 此后 我废寝忘食 不仅放弃了看电视 也告别了社交活动 放弃了锻炼 可以这么说 我几乎以图书馆为家 直到一天晚上 我筋疲力尽 晕倒在地 从一段楼梯的台阶上摔落 头部再次受伤 两天之后 我在医院的病床上苏醒过来 当时我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可能是因为 我有时会有一死了之的念头 那是我人生中一段低谷期 我日渐消瘦 体重一度降到117磅 约合53千克 我甚至因为脱水需要去医院输液 尽管痛苦万分 但是我对自己说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办法 就在那一刻 一位护士走进我的病房 拿着一杯茶 茶杯上印着爱因斯坦的照片 我过去写读书报告的时候 正是爱因斯坦的故事 激励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他的照片旁 印着他的一句话 解决问题的意识层次 必须高于提出问题的意识层次 就在那时 我突然意识到 也许我提出的问题方向是错误的 我开始思考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我的学习速度很慢 这点我非常清楚 但是这么多年来 我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 一直没有改变 我意识到 我克服学习困难的方法 是自己加倍努力 这是别人教给我的 可是 如果我能通过自学 掌握更好的学习方法呢 如果我能以更高效 更快乐的方式学习呢 如果我能掌握方法 让学习提速呢 那一刻 我下定决心 要找到这条 属于自己的道路 因为有了这样的决心 我的思维模式 也随之转变 我向护士 要了一份学校的课程公告 一页一页的翻看 翻了几百页之后 我发现所有的课程 都在叫大家学什么 比如 学习西班牙语 历史 数学 科学 但是没有课程 教学生怎么学 学习如何学习 出院的时候 我对学习如何学习 这个想法痴迷不已 我把自己的学习放在一边 把精力集中在导师给我的书上 我将额外的精力 放在我自己挑选的书上 它们涉及成人学习理论 多元智能理论 Multiple Intelligence Theory 神经科学 个人成长 教育心理学 快速阅读 甚至古代记忆法 因为我想了解 在印刷媒介和计算机 这样的外部存储介质出现之前 古老的文明 是如何让知识流传下来的 我沉醉其中 想解开一个谜团 我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 这样 我才能让大脑充断运转 我彻底沉浸在自己的独立研究之中 几个月后 我忽然觉得眼前一亮 我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变强了 专注度提升了 不再那么容易分心了 因此 我能够理解新的概念 并且回忆几周前学习的信息 也不再困难 我的活力和好奇心 也提升了一个层次 现在我阅读信息 理解信息的时间 较之过去大大缩短 这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 我发现自己有了新的能力 这让我变得自信了 此前我 从来没有感受到 如此自信 我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我的思路变得非常清晰 我知道 为了让自己继续进步 我应该做什么 我能体会到自己充满动力 而且这种动力源源不断 正因为 有了这样的学习成果 我转变了思维模式 开始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当然 我也很懊恼 在我看来 如果学校的老师 能教授原学习 Metal learning 即学会如何学习的关键方法 那么这些年 来我所经历的自我怀疑 和种种痛苦 完全可以避免 我记得老师不断告诉我 我要加倍努力 才能学习和集中精力 让小孩子集中注意力 就好比让他们谈四贤琴 如果没有人叫他们 这对他们来说 难如登天 英雄之旅的磨练部分结束之后 我急切地想与他人 分享我学到的知识 分享我的宝藏 我开始教其他学生这些方法 期间 我的人生 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的学生黎有名新生 他想学习更快速地阅读 提升理解力 并且牢记他所学的内容 他学习非常刻苦 最终达成了自己定下的三十天 读完三十本书的目标 我当然知道 他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方法是我教给他的 而这一方法 我会在本书第十四章中 教给大家 但是我想知道 他为什么会设定这样的目标 后来我了解到他的动力来自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罹患癌症 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他决心通过学习与健康 保健 医学有关的知识 拯救自己的母亲 几个月后 他给我打电话 通话中 他流下了高兴的泪水 他告诉我 他母亲的病情正在逐步好转 在那一刻 我意识到 如果知识就是力量 那么学习就是我们的超能力 我们的学习能力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我们只需要知道如何使用它 看到这位新生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 我有了新的目标 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使命 把我的思维方式 内在动力 以及方法方式传授给他人 帮助大家升级大脑 更快速地学习 这样 别人也能解锁他们的非凡人生 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我开发了一整套方法来强化学习能力 这套方法是可靠的 经过反复验证的 也是非常实用的 本书收入了其中的很多方法 我不仅兑现了 当初向好友的父亲许下的承诺 每周阅读一本书 而且我更进一步 去服务帮助其他人 我的帮助对象 从那些被贴上学习困难户标签的孩子 到面临大脑老化问题的老年人 为了纪念我的祖母 我的团队积极支持阿尔茨海摩症的研究 我们相信 教育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权利 我们出资在威地马拉 肯尼亚等国家兴建学校 通过慈善机构 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提供医疗服务 清洁的饮水和教育服务 我们的使命就是打造更出色 更聪明的大脑 不让一个大脑掉队 我已经把这些技巧传授给了其他人 取得的成果振奋人心 每年我会给超过15万名观众 做现场演讲 他们来自你能想到的各个领域 我还是许多顶尖运动员 和娱乐圈名人的大脑教练 我负责许多世界知名企业 和大学的培训与教学工作 同时 我也领导着一个大型的在线加速学习平台 学生遍布190多个国家 我还主持了一档顶尖的教育播客节目 名字叫奎克大脑QuickBrain 下载量已经达到数千万 我的教学视频点击量高达数亿 我把过去多年来 自己总结的经验教训 收获的实用建议都融入了这本书中 另外 我们的节目中曾经邀请到许多专家 他们的智慧和观点 在本书亦有所体现 说了这么多 是因为我毕生致力于研究和教授这门科学 我知道本书内容的重要性 而更重要的是 我了解你的大脑郁寒的潜力 找到X教授的天才少年学校 寻找X教授的天才少年学校的故事 有了一个非常偶然的结局 如前所述 我会定期为许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和他们的团队进行大脑训练 几年前 时任20世纪福克斯 20TH Century Fox电影公司 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的吉姆 吉安罗普罗斯 吉安罗普罗斯 邀请我为他的高管团队进行一次培训 在一个周五的早上 我去了摄影棚 和公司的高级别员工 共度了数小时的时光 他们很喜欢我的课程 并且很快接受了我传授的技术 培训结束后 吉安罗普罗斯走过来对我说 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我们举办过的最好的培训课程之一 当然 听到他的评价 我很高兴 谁不喜欢积极的反馈信息呢 后来 在参观停车场的过程中 我的目光 落在了一张金刚狼的电影海报上 这部电影定于当年晚些时候上映 我指着海报说 我迫不及待地想看这部电影 我可是X战警的铁杆粉丝 你喜欢超级英雄 吉安罗普罗斯问我 我爱死他们了 X战警在我的生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随后 我讲了自己童年脑部受伤的事情 又讲了漫画书 是如何帮助我学习阅读的 还讲了 我寻找X教授的天才少年学校的故事 他笑着冲我说 我们下一部X战警的电影正在拍摄中 就在蒙特利尔 还要拍30天 你和我一起去片场 在那待上一周如何 和你合作 演员们肯定会非常开心 我没有理由拒绝这个邀请 此前我从没有到过电影片场 而且这可不是普通的电影片场 这是X战警电影的拍摄现场 第二天早上 我们坐上了他们称之为X号的飞机 乘客中包含大部分是 演变种人的演员 我的两旁坐着詹妮芙 劳伦斯 Jennifer Lawrence 和哈利 贝瑞 Haley Berry 这简直是我人生中最棒的一天 在飞机上 包括随后在片场的一周时间 针对如何快速阅读剧本和记住台词 我与这些出类拔萃的演员和剧组人员 分享了我的用脑诀窍 令我兴奋的是 我观看他们拍摄的第一场戏 就在X教授的天才少年学校里 就是我孩童时代 日复一日冥思苦想 和苦苦寻找的地方 对我来说 这是如梦似幻的一刻 你曾经有怎样的梦想 这个梦想 是否依然镌刻在你的脑海里 就像嵌入你大脑的一块碎片 想象它生动的细节 让画面清晰 具体 你感到双手似乎可以触摸到它 你相信 有一天它终会实现 然后 你每天要为之努力 如果我说 这还不是故事最精彩的地方 你是否会感到惊讶 从这次的片场之旅回家后 我发现一个包裹 正静静地等着我 它很大 和一台大型平板电视的尺寸相当 我打开包装 抽出一个巨大的相框 相框里相欠的是我和 X战警全体演员的合照 照片上还附着董事长 吉安罗普洛斯的留言 吉姆非常感谢你和我们分享你的超能力 我知道你从小就在寻找 愿意接纳你的超级英雄学校 这是你与全班同学的合照 一起突破极限 unlimiting unlimitin名词 抛弃对自己潜力不准确的 局限性的看法 转而接受现实的行为或过程 只要具备正确的思维模式 动力和方法 你的大脑就没有上线 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 我都在给自己预设上线 然后被这些限制牵着鼻子走 孩童时代 我的头部受过重伤 因此 我认为 我的未来会暗淡无光 只能接受坎坷的生命里程 但是因为有贵人相助 我发现 曾经给自己预设的上线 其实并非我的极限 那是我需要克服的障碍 我需要抛出脑后的束缚 当我克服了障碍 忘却了束缚后 我每天的所学所得 再也没有极限 它们是无穷无尽的 突破极限并不仅仅意味着 你可以加快学习速度 快速阅读和拥有 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忆力 没错 你不仅可以具备这些能力 还能拥有许多其他能力 然而突破极限并不意味着真于完美 它的真正内涵 是让你在当前力所能及的程度 更进一步 家庭背景 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 会对你产生影响 你会受其限制 但你完全可以冲破它们的禁锢 这些限制只是暂时的障碍 你可以学着克服它们 在与大家交流 合作的这些年里 我发现 大多数人会为了迁就眼前的现实 而给自己的梦想设置限制 甚至让自己的梦想缩水 我们总是试图说服自己 我们所处的环境 我们业以接受的观点 我们所走的道路 决定了我们是谁 而且永远不会改变 只能如此 其实还有另一个选择 通过学习 我们可以解开思维模式 内在动力 以及方法方式的束缚 让它们无限拓展 创造无限可能的生活 做别人不会做的事情 才能过上别人无法过上的生活 通过阅读本书 你会迈出坚实的一步 请记住 在正确的方向上 迈出哪怕一小步 都可以彻底改变 你最终能够到达的高度 当你迈开脚步 踏上英雄之旅的时候 最关键的是 要有一张属于你的路线图 一种助你走向成功的模式 有了这两样东西 你可以经受任何试炼 征服任何恶龙 下面就是我为你准备的 通向成功的无限可能模式 无限可能模式 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象你证明 你可以通过学习 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 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拥有和分享任何东西 没有任何约束 如果你没有在学习和生活中 充分发挥潜能 如果你现在的生活 和你想要的生活存在差距 解决的方法是 在下属三个方面突破极限 或设置更高的极限 思维模式的极限 你对自己 自己的能力 应该得到的东西 可能取得的成功缺乏信心 内在动力的极限 你缺乏采取行动的动力 目的和活力 方法方式的极限 你接受的教育和采取行动的步骤 并不能有效地带来你想要的结果 无论个人 家庭还是组织 都可以用上述方法 分析自己存在的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奋斗时 也有自己的优势 无论你的处境如何 值得欣慰的一点是 你并不孤单 我会帮助你 以你的方式 进入无限可能的境界 接下来你会了解 如何借助我们的体系 做到这一点 这个体系包括三个部分 突破思维模式的极限 突破内在动力的极限 突破方法方式的极限 下面让我详细说明 思维模式解决是什么的问题 包括我们是谁 世界如何运转 我们有能力做什么 我们应该得到什么 和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等内容 是我们所持的根深蒂固的信念 态度和假设 内在动力 解决为什么的问题 我们采取行动 需要具备的意志 以特定方式行事所需的经历 方法方式 解决怎么办的问题 完成某件事情的具体过程 特别是有序的 有逻辑的 系统的 有指导性的方法 对于前面的插图 你还需要注意一点 你会发现 思维模式和内在动力 存在重合的部分 我在这一部分 写了鼓舞这个词 你受到激励 但是你不知道 应该采取哪种方法 或者不知道 该如何利用你的经历 在内在动力和方法方式 重叠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实施 一词 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你应该得到什么 你有能力做什么 还有你认为 你能做到什么 这些都会限制你取得的结果 因为你缺少正确的思维方式 而在思维模式和方法方式 重叠的部分 是 构思 一词 你的雄心壮志 始终停留在你的脑子里 因为你缺少精力 去将其付诸实践 三个部分重叠的地方 才是无限可能境界 你有第四个 爱 也就是integration 融合 本书包含各种相关练习 深度研究 锻炼大脑的方法 不仅如此 我还会为你介绍 许多相关研究的成果 它们会让你兴奋不已 既包括认知科学 和人体机能领域的前沿知识 也不乏古代的智慧结晶 比如 在印刷媒介等 外部存储设备诞生之前 古代文明 是如何传承 几代人脑中的知识的 我们会依次解决思维模式 内在动力 方法方式的问题 在第二部分 你会学到 在消除了信念的限制之后 你能做什么 在第三部分 你会了解 为什么你的目的是 你的力量 是你释放自己 动力和精力的关键 在第四部分 你会发现学习的最佳方法 这些方法和技巧 都经过了验证和证实 可以帮助你 朝着你渴望和应得的生活迈进 在本书的最后 我会为你 制定一个为期十天的计划 让你体验 并迈向无限可能的生活 不安本书 在生活中许多重要领域 无论学术 卫生健康 个人事业 还是人际关系 个人成长领域 你都可以创造 无限可能 因为我始终没有进入 真正的X教授的 天才少年学校学习 所以 我为大家创建了 在线的奎克 学习学院 Quick Learning Academy 在这个在线学院里 学员来自190多个国家 涵盖各个年龄段 他们每天 与我们一起训练 学习怎样释放 他们的大脑超能力 你可以把本书 当做教材 万分荣幸 我能成为你的X教授 同时 我也非常兴奋 因为你决定 让我陪伴你 踏上这段旅程 那么我们开始上课吧 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现在正式开始学习的 绝佳时机 第二章 学习力就是我们的超能力 Peter Drucker 彼得 德鲁克 现代管理学之父 现在 我们必须接受 这样一个事实 即我们必须终身学习 只有这样才能跟上世事变化 我们最紧迫的任务 就是教会人们如何学习 我坚信 我们都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超能力 等待着我们去唤醒 我说的不是一飞冲天的能力 不是化身刚立世的能力 也不是从眼睛里发射激光的能力 而是现实生活中实用的能力 比如 自由穿梭于书页之间的阅读能力 机器人般超强的记忆力 像激光一样的专注力 无疑无限的创造力 清晰的思维 细致的洞察力 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等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都是超级英雄 每个超级英雄 都拥有自己的超能力 与此同时 他们也要面对自己的死对头 超级反派 比如 蝙蝠下的劲敌小丑 超人的对手 白克斯 卢瑟 我们面对的反派 可能与电影里面那些 反派形象有些不同 但邪恶程度丝毫不差 作为超级英雄 你需要击败他们 制服他们 我们面前的超级反派 阻碍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艰辛 阻挠我们发挥潜能 他们拖住了我们前进的脚步 让我们无法高效工作 无法获得成功 无法积极向上 也无法获得内心的平静 能否找到这些反派 然后击败他们 取决于我们自己 如果你看过漫画书 或者超级英雄的电影 你就会知道 超级反派的诞生 总是令人意想不到 以哈维 丹特 哈维·伍特为例 他也被称为双面人 一开始 他满怀雄心壮志 作为一名检察官 他维护法律的公正性 将坏人绳之以法 是蝙蝠侠的盟友 但是 他遭到了黑帮分子的报复 导致半边裂毁容 满是伤疤 这令他愤怒 痛苦 内心充满复仇的欲望 此前 他一直在与罪犯作斗争 但后来 他自己却沦为罪犯 他奸诈狡猾 用掏硬币 这样的赌博方式 决定受害者的未来 他的内心扭曲了 并用这种扭曲的心态 达到险恶的目的 与此类似 学习中的四个超级反派 最开始也都是清白无辜的 人类在过去一百年中 取得了许多伟大的进步 而恰恰是这些伟大的进步 滋养了我们学习中的超级反派 他们是科技发展的产物 直白地说 科技是人类进步的关键 也是我们达到 无限可能境界的关键 科技让一切成为可能 比如 科技为我们提供了 辩解的学习渠道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舒适 但在数字时代 就连一些掌握了数字技术的专业人士 也认为 我们对于数字技术的消费速度 已经走向极端 我们今天使用的科学技术 很多都是牺牲事物 关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应该控制在何种程度 其实我们一无所知 我们建立了名为 奎克学习学院的教育平台 有来自一百九十多个国家的学生 在这个平台上学习 平台播客的下载量 已经高达数千万 我的学生表示 他们非常担心自己过度依赖科技 而且这种忧虑 还在不断增强 他们找到我们的团队 寻求帮助 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激活大脑潜能 以此摆脱这个时代的天启四骑式 数字洪流 数字分心 数字痴呆 和数字推论 我们需要提防的是 思维过载与注意力涣散 毕竟建网和没守成规式的思维 已经存在很久了 虽然科技并不是催生问题的罪魁祸首 但是它拥有巨大的潜力 去放大问题 数字时代带来的益处不胜枚局 但我们仍需知道 那些为你提供便利的科学技术 是如何阻碍你前进的 数字洪流 你是不是永远都有数不尽的事情 需要处理 但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 非常幸运 我们生活的时代 让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获取信息 在这个互联互通的时代 无知是一种主观选择 我们现在一天消费的数据量 相当于15世纪普通人 一生接受的数据量之和 此前 信息的传播要依赖口口相传 报纸 期刊 或者是乡镇广场上张贴的告示 这种情形距离我们也并不久远 现在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如此丰富 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生活中的时间分配 以及我们的生活质量 现在 普通人消费的数据量 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 人们消费的数据量的三倍一 一份2015年出炉的报告表明 受访者每天关注媒体的时间长达8小时 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NPR的采访时 纽约时报科技类记者马特 尼克特 Matt Richtell 表示 此前的20年 我们一直在推崇科学技术 似乎所有的科学技术都大有益处 我觉得 科学界开始接受一种观点 即有些技术就像加心面包 就像小圆白菜 如果我们科技消费过量 就好比我们吃了太多的食物 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 二 加州大学旧基山分校 进行了一项针对大脑当机时间 Duntime的研究 研究人员给实验署提供一种新的体验 并在活动中和活动后 测量他们的脑波 在大部分情况下 实验署在接触新的活动时 脑波会显示 大脑中有新的神经活动 和新的神经元 也就是说 实验署的大脑有当机时间 是大脑有新的神经活动 和新的神经元的前提 有了当机时间 神经元可以从记忆通道 进入大脑存储 长期记忆的部位 实验署能够把他们的记忆存储起来 这也是学习的基础 三 如果大脑没有当机时间 结果会怎样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若不让我们的大脑 有心不在焉 或厌烦无聊的时刻 我们反而要付出代价 我们会有糟糕的记忆力 我们会迷迷糊糊 疲惫不堪 20世纪90年代中期 人们对于数字洪流的担忧程度 远不及现在 但是早在那时 已经有研究表明 在永远在线的世界中遨游 人体健康确实会受到威胁 路透社进行了一项 名为信息焦虑的调查 结果不容乐观 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 信息过量会使同事之间关系紧张 并导致工作中的满足感丧失 42的受访者认为 自己身体状况不佳 是这种压力导致的 61的受访者表示 因为信息过量 他们必须取消很多社交活动 60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经常疲惫不堪 无法进行休闲活动 此外 研究还指出 面对大量信息和各种获取信息渠道的冲击 受访者已经无法用简单的方法 对其进行管理 四 更重要的是 我们还必须面对信息半衰期缩短的问题 并与之斗争 信息半衰期是指救信息 被新信息或更准确的信息取代前存在的时间 你可以尽情地学习 你现在处理的信息会迅速过时 速度比你想象中快得多 各种文章 图书 文件中记录的所谓 事实都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大家也奉若真理 但是只要有新的研究结果问世 此前的事实就会被彻底颠覆 无需多言 你完全可以感受到 人们都被淹没在了数字碎片之中 即使我们试图脱离网络 我们也依旧无法摆脱数字信息的纠缠 在写作本书时 我关闭了所有的电子设备 但是出于研究的目的 我还是需要使用互联网 而且我的计算机上 仍然会突然弹出一些通知和最新消息似的 我知道我也可以关闭通知 但是我相信你懂我的意思 在第12章如何有效学习和第14章如何快速阅读中 你会学到许多实用的方法 去追赶 跟上 甚至领先你 每天必须处理的数字信息洪流 大脑升级训练 花点时间 在这周的日程中 留下30分钟的空白 在这段时间里 请你远离一切科技产品 厘清头脑 充分放松 发挥你的创造力 数字分心 在移动设备出现之前 我们下线的时候 总会说马上回来 现在我们不会这么说了 因为我们不用离开了 我们永远在线 仿佛住在网络世界之中 这是因为我们的设备一直在线 永远与网络连接在一起 当我们与亲朋好友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总是忙着找机会上网 当我们工作的时候 我们也很难保持专注 大部分人在工作和生活中 只要有一段时间离开网络 就会觉得不舒服 因此我们始终在线 害怕一旦掉线 就会迅速掉队 问题在于 我们对于网络的喜爱 是与生俱来的 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收获点赞 或是收到我们的爱人 朋友发来的信息时 大脑中的多巴胺 会不断奖励和刺激我们 强化上网这种行为 这种奖励正在改变我们的大脑 在我们排队的时候 等公交车 或等约会对象的时候 我们本可以放松下来 进入当机时间 而现在我们会掏出手机 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在强化我们分散注意力的能力 如果我们一直这样 把每一个应该放松的时刻都填满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刺激 结果会怎么样呢 始终处于在线状态 我们会更有安全感 但是这并不能让我们更快乐 瑞恩·德怀尔·Ryan Dwyer毕业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她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 现在我们使用数字设备的习惯 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人际关系 其中一项实验有300名成年人和大学生参加 在他们用餐时 实验人员要求其中一部分人把手机放在餐桌上 方便取用 另一部分人则要把手机设为静音 放进餐桌上的一个容器里 用餐之后 参与者要填写一份调查问卷 问卷的内容涉及 他们是否与他人进行了交流 是否享受用餐过程 是否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 是否觉得无聊 调查问卷还要求他们详细说明 在用餐过程中 他们使用手机的时长 那些方便取用手机的参与者 使用手机的频率更高 他们觉得自己注意力更不易集中 与那些无法使用手机的实验参与者相比 他们的用餐过程也没那么愉快 德怀尔在讨论这项研究时说 现代科技确实很棒 但是他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夺走我们与朋友和家人面对面交流的美妙时光 五 就像我们中 很少有人学习过如何学习 很少有人知道 如何处理和过滤 令人应接不暇的海量信息 我们只是一心多用 把所有信息照单全收 放入脑中 其实这对我们并无益处 神经科学家丹尼尔 J.列维廷 Daniel J. Navitin 著有有序 关于心智效率的认知科学 The Organized Mind Thinking Straight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他在书中提到 要求大脑将注意力从一种活动转移到另一种活动 会导致前额叶皮层和蚊状体燃烧氧化葡萄糖 这同时也是他们专注于某项任务所需的燃料 我们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时候 需要快速频繁地转换 我们的大脑会快速燃烧燃料 疲惫感会迅速袭来 探断力会在短时间内下降 我们实际上耗尽了大脑中的营养物质 导致认知表现和大脑机能大打折扣 六 从手机应用程序通知到信息提醒 面对这些问题的不仅限于成年人 科学技术日趋普及 社会压力延伸到了网络空间 且在社交媒体上尤为突出 儿童和青少年也会不断遇到注意力分散的问题 在第十一章如何做到专注中 你会了解在学习和工作中 持续集中注意力和增强注意力的要点 大脑升级训练 请你点开手机中的通知设置 关闭所有不必要的 会让你分心的弹窗和声音提醒 现在就做 数字痴呆 你上一次必须记住某人的电话号码是多久之前 我的岁数稍涨 在我年轻的时候 如果我想给住在附近的朋友打电话 就必须记得他们的号码 你还能想起童年时 你最要好的朋友的电话号码吗 你记得你每天都要通话 发短信的人的电话号码吗 现在你无需记住这些电话号码了 你的手机会代劳 我说这些并不是说大家需要或应该记住200个电话号码 实际上 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一种能力 是记住新的电话号码的能力 是记住我们刚刚结束的对话的能力 是记住刚刚认识的潜在客户的名字的能力 是记住我们需要做哪些重要事情的能力 神经科学家曼弗雷德 施皮茨尔 Manfred Spitzer 使用数字痴呆症一词描述过度使用数字技术 导致认知能力受损的恶果 他认为 如果过度使用科技 我们就无法充分使用短期记忆通路 Short-term memory pathways 最终造成其退化 这和使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类似 现在 假如你搬到了一座新的城市 你会发现 自己很快就会依赖于GPS 让它来告诉自己出行的道路 现在 你在脑海中 绘制陌生城市的道路地图需要多长时间 可能比你年轻的时候要长得多 但这并不是因为你的大脑工作效率降低了 而是因为有了像GPS这样的工具 我们不会再给我们的大脑提供发挥作用的机会 技术取代了大脑的记忆功能 这种依赖可能会伤及我们的长期记忆 博明汉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的玛丽亚 温博 Maria Wimber 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时表示 我们现在只是查找信息 这种趋势阻碍我们建立长期记忆 温博和他的团队 研究了6000名成年人的记忆习惯 他们来自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 比利时 荷兰 和卢森堡 温博和他的团队发现 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遇到问题时 会首先使用计算机检索信息 其中 英国的受访者存在这种情况的比例最高 超过一半的英国受访者 会先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 而不是试着自己想答案 7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人们会很容易 很迅速地忘记 这种随手搜索得来的信息 温博博士表示 在每次回忆某个信息时 我们的大脑会加强对这个信息的记忆 同时会忘记那些让我们分心的无关记忆 强迫自己回忆信息 而不是依赖外部力量提供的信息 你可以建立和加强永久记忆 而现在 实际情况与之相反 我们不会刻意地去记住信息 大部分人已经养成了搜索信息的习惯 有时候 我们甚至会多次搜索相同的信息 这种做法 实际是在伤害我们自己 对我们来说 依赖科技产品一定有害吗 许多研究人员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他们认为 大脑外包给技术设备一些琐碎的任务 比如记住电话号码 做基本的算术 指引方向 找到我们曾经去过的餐厅 这样我们就可以节省大脑空间 将其留给更重要的信息 但是 研究表明 我们的大脑更像一块肌肉 而非一张早晚会装满的硬盘 也就是说 我们的大脑用得越多 就会变得越强壮 能容纳的信息也越多 问题在于 我们是有意识地做出选择 还是无意识地跟着习惯走 很多时候 我们把大脑的工作 外包给手中的智能设备 结果是 放任智能设备 把我们变得愚蠢 我们的大脑 是适应力超强的中级机器 能够进行无穷无尽的进化 然而 我们经常忘记 给予大脑它需要的锻炼 就像我们总是依赖电梯这个现代技术的产物 而放弃了走楼梯这样的锻炼 代价是牺牲了身体健康 对于我们大脑的肌肉来说 道理是一样的 懒惰就要付出代价 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 要么其余锻炼 要么任其生锈 在第十三章如何长久记忆中 我会向你展示一些简单的方法和技巧 让你更快 更容易地记住向别人的名字 演讲内容和各种语言之类的信息 大脑升级训练 花一分钟的时间 锻炼你的记忆力 回想经常与你通话的人 记住他们的电话号码 数字推论 视频会议及协作平台 Neuro的创始人罗尼 扎罗姆 罗尼塞隆 曾谈到 在一个数字化大行其道的世界里 迁徙一代 只需点击鼠标或者滑动手指 就能找到任何问题的答案 依赖技术产品去解决每一个问题 会让人们对自己的知识和智力产生混乱的认知 对于科技的依赖 很可能导致人们过度自信和无法科学决策 把信息无处不在 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这意味着针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相关的观点无处不在 如果你想知道如何看待热点问题 你只需要到网上搜集别人的观点 如果你想知道某个事件或趋势的影响 简单的在线搜索就能给你提供海量的分析 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推论能力被自动化的机器取代 而推论能力融合了批判性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有对进入无限可能境界非常重要的创造力 当然网络取代了我们的记忆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 我们无法无障碍的获取他人的观点 在理想的世界里 从尽可能多的角度考虑一个问题 有助于我们形成自己的观点 这一行为极具价值 然而遗憾的是 现实世界很少有这样的情况 现实情况是 我们倾向于找出少数与我们观点一致的消息源 然后让这些消息源在我们的思考和决策中 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这个过程不断重复 导致我们用来进行批判性思考 和有效推理的肌肉不断萎缩 我们让科技为我们做出推论 与此同时 我们丧失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然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我们的核心能力 这点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部分详细讨论 心理学家吉姆 泰勒 Jim Taylor 这样定义思维 思维是基于我们的经验 知识和见解进行反思 推理继而得出结论的能力 思维能力将我们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 让我们能够沟通 创新 建设 进步 迈向文明 他提醒大家注意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科技对儿童的多种思维方式 既有有利影响 也有不利影响 九 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著名心理学教授帕特里夏 马克思 格林菲尔德 Patricia Marks Greenfield 投身于该想研究十余年 在谈及科技对教育的影响时 他提到大学生在课堂上 使用笔记本电脑上网 这对学习有什么影响 这个问题已经在传播学的课堂上 进行了测试 在这门课上 教师鼓励学生在课堂上 使用笔记本电脑 以便在互联网和图书馆数据库中 搜索与授课主题相关的更多内容 教师将学生随机分为两组 其中一半学生的笔记本电脑 始终处于打开状态 而另一半学生则必须合上 他们的笔记本电脑 在课后的突击测验中 与一直开着笔记本电脑的学生相比 合上笔记本电脑的学生 记住的课堂内容要多得多 时因为他们把注意力 集中在老师的授课内容上 而不是在互联网上 寻找与主题相关的既有观点 所以在需要自己推理得出结论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要快得多 格林菲尔德教授还做了另外一项研究 研究对象是观看新闻报道的大学生 结果表明 屏幕底部没有字幕时 学生记住的播报内容更多 据作家理查德 福尔曼 Richard Foreman 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他认为 这种对互联网的依赖 正在改变我们 我遵从西方文化的传统 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模范 或者说我推崇的模范 是指那些接受过名校的高等教育 能言善辩 性格复杂 个性鲜明的人 所谓模范 无论男女 其内心都蕴藏着整个西方文化的遗憎 只不过每个人都拥有自己构建的独特版本罢了 但是今天 在所有人 包括我自己身上 在信息过载和及时可得技术的重压之下 复杂且深沉的内心世界正在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进行过新的 自我进化的内心世界 十一 你在不满十岁的时候 想逐渐摆脱父母的影响 独立地形成想法和观点 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 我猜想 那种体验 让你感受到了充分的解放 甚至可能 让你人生第一次真正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当然 现在的情况是 你的批判思维能力 经过精细的打磨 已经足以让你在大部分时间里 用理性驾驭生活 那么 你为什么放弃这种 让自己得以解放的技能 转而依赖某个设备呢 仔细想想 如果有人试图把他们的想法强加给你时 你会有怎样的感受 如果你的家人 朋友或同事对你说 别思考这个问题了 我告诉你 该怎么做 你肯定会选择 尽量与这样的人保持距离 然而 现在我们不假思索的去互联网上搜索信息 好似自己主动去找前面那种人 这种行为 无异于引狼入室 在第十五章中 我将为你提供一套完备的方法 让你在面对任何主题或问题时 都能提升思维能力 拓展视角 虽然天启四骑士是我们需全力对抗的主要敌人 但还有另外一个数字威胁值得我们关注 我称之为数字抑郁 它源自我们与他人进行比较的文化 这种文化是指当别人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的精彩时刻时 我们会自叹不如 现在我很享受使用社交媒体 我喜欢与我们的学生和播客听众保持联系 喜欢随时了解我的家人和朋友的日常生活 感谢社交媒体的出现 因为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娱乐生活 也为我们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 赋予了我们权利 但是我认为使用社交媒体需要具有自我意识 而不是出于习惯麻木的使用 并且在社交媒体上更要追求和谐 这样它便不会影响你的工作 也不会影响你内心的瓶颈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打破充满限制的思维模式中 我会分享一些观点 让你扭转某些想法 比如觉得自己不够优秀 害怕错过 惧怕外表不佳等 这些想法是个人成长和学习过程中的障碍 在第三部分创造强大的可持续的动力中 我会向你展示怎样养成好习惯 掏气或者改掉坏习惯 大脑升级训练 试着做一个决定 给自己一点时间 在不使用任何数字设备的情况下 独立做出决定 制服反派 在英雄的征途中 英雄需要反派 反派也需要英雄 经历磨难和应对对手的挑战 让我们成长变得更好 反派的能力和力量决定了英雄需要怎样的能力和力量 如果反派过于弱小 那么击败 他也变得毫无意义 英雄的崛起和英雄创造的伟大事业也就失去了必要性 我曾经在我的播客节目中采访过无线游戏 The Infinite Game的作者西蒙 斯涅克 Simon Sinek 他提到了值得尊敬的竞争对手 他认为对手会指出我们需要正式的个人弱点 弱点所在之处也是机会孕育之所 正如我提到的 我喜欢科学技术光明的一面 它帮助我们连接彼此 接受教育 得到赋权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 我们刚才描述的是技术的一些潜在缺点 它们是技术再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各种好处时的半生物 科学技术就像火一样 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比如火可以煮熟食物 也可以烧毁房子 结果如何取决于你如何使用它 与任何工具一样 科技本身没有好坏 但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控制它的使用方式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我们就会沦为技术的工具 如何使用技术取决于你自己 大脑升级训练 在四大数字反派中 你认为哪一个对你的个人表现 工作效率和内心平静影响最大 花点时间思考 把这个反派的名字写下来 意识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第三章 大脑具备无限学习的潜能 Metrio Keku 加莱 道雄 理论物理学家 人类的大脑有一千亿个神经元 而每个神经元又与一万个其他神经元连接 你的大脑恰恰是宇宙中已知的最复杂的事物 你可能会在心里说 吉姆 前面你关于科技的讨论 我懂了 虽然我不想过没有科技的生活 但是我确实感到自己的脑子负荷超载 自己心不在焉 疏忽健忘 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别急 我要告诉你的好消息是 我们一出生就掌握了终极科技 拥有了最强大的超级力量 我们先花点时间来了解你的大脑有多么与众不同 它每天能产生的想法多达七万个 它运转的速度与时速最快的赛车一样快 与你的指纹一样 你的大脑也是独一无二的 全宇宙也没有两个大脑是一模一样的 大脑的处理速度比任何现有的计算机都要快得多 它有着几乎无限的存储容量 即使大脑遭受损坏 依旧不妨碍你成为天才 甚至有人只有半个大脑 他的这半个大脑依旧具备所有机能 关于大脑的非凡故事简直数不胜数 比如曾经有个陷入昏迷的病人 竟然开发出一套与医生沟通的方法 又如一位女士可以通过日期回忆起重要的事件 最早可以追溯到她12岁时发生的事 还有一位懒汉在酒吧与人斗殴时 头部受伤然后被诊断为脑震荡 但是她后来竟然成了数学天才 这些案例并不是来自科幻小说或者超级英雄漫画 它们都是真实存在的 它们都是极佳的例子 证明人类两个耳朵之间的那台超级机器 内置非凡的功能 我们总是觉得大脑拥有这些功能是理所当然的 让我们想一想普通人的一生 到底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在一岁的时候 她就学会了走路 走路绝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从神经和生理层面看 走路包含许多复杂的过程 大约一年之后 她学会了通过文字和语言进行交流 她每天都能学会几十个新单词 在上学期间也是如此 在学习交流的过程中 她也在学习推理 计算 学习分析无数复杂的概念 而且这都是在她一页书都没读过 一堂课都没上过的情况下进行的 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大脑 人类才能从动物界中脱颖而出 仔细想想 我们不会飞翔 也不是特别强壮 奔跑的速度也不快 不能像某些动物那样灵巧的攀爬 也不能在水下呼吸 就大多数身体机能而言 人类表现平庭 但是因为大脑的力量 我们得以力压其他生物 成为地球上强大的物种 我们的大脑 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 通过驾驭和利用这股力量 我们能够像鱼一样探索深海 像大象一样力拔千斤 甚至像鸟一样翱翔天际 是的 大脑是一份珍贵的恩赐 大脑非常复杂 我们对于广阔无垠的宇宙的了解 多过我们对大脑工作原理的了解 而且我们对于大脑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过去的十年间 过去十年的研究取得的成果 远超之前 人类漫长历史中积累的 对于大脑的认识 而从这本书复印到上架的短暂时间内 我们对大脑的了解又会突飞猛迹 我们对大脑的了解一直在不断发展 与需要了解的内容相比 我们很清楚 目前我们对它的认识只是冰山一角 即便是这样 我们已经掌握的内容也很令人震惊 现在让我们开始一段旅程 穿越你无极限的大脑吧 大脑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机场都有控制塔台 大脑类似中枢神经系统的控制塔台 负责所有信息的流动 指挥人类活动的过程 影响人的各种冲动 大脑有三个主要区域 脑干 Brainstem 小脑 Cerebellum 和大脑皮层 Cerebral Cortex 小脑和大脑皮层的英文单词 都以Cere 开头 这个词坠在拉丁语里 是辣状物的意思 因为它们看起来像辣一样 大脑是由脂肪和水构成的 大约有三磅 约1.36千克动 大脑具备令人难以想象的性能和能力 一 脑干调节我们生活所需的基本功能 比如呼吸 心律 进食或作爱的冲动 还有我们的战斗或逃跑反应 Fight or Flight Response 它位于我们的脊椎顶部 颅骨底部 深埋在大脑之中 小脑位于大脑的后部 负责调节运动和协调性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 它在我们的角色过程中 同样发挥着作用 大脑皮层是我们大脑中 占比最大的部分 我们的大部分复杂思维 短期记忆和感觉刺激 都发生在大脑皮层 它由枕叶 顶叶 涅叶和额叶组成 我们大部分思维都产生余额叶 这里是逻辑和创造力的发源地 大脑分为两个半球 由偏肢体连接 偏肢体就像脑叶之间的 一束电话线 负责来回传送信息 现在当你阅读这些文字 学习书中的信息时 大约有861个神经元 又称脑细胞 一同放电和活动 二 这些神经信号释放 进入大脑 被神经地质接收 然后信息在神经地质之间 相互传递 如果停止信息传递 是正确的反应 那么神经地质会停止信息传递 过去从神经学角度看 我们经常会认为 在青春期末段 我们的大脑发育 已达到一生的顶峰 在那之后 我们的大脑就不会再生长 只会逐步退化 现在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的大脑具有神经可塑性 Neuroplasticity 这意味着我们自身的行为 及周边的环境 会改变和塑造我们的大脑 你的大脑总是根据周围的环境 和你对它的要求 在改变及塑造自己 由于我们的大脑 受基因和环境的影响 所以每个人的大脑 都是独一无二的 就像雪花 没有两片是一模一样的 每个大脑都能适应 它主人的需要 比如一个人成长的环境 充满各种硬机缘 如贫困 食物短缺 安全无法保障等 另一个人的生长环境 非常舒适 不仅经济富裕 而且生活 也有人精心照料 那么这两个人的大脑结构 会截然不同 你可能会得出结论 认为后者所处的环境 比前者更好 以及后者能寓意出 更好的大脑功能 在继续阅读之前 我希望你重新思考一下 这个问题 我在前文中提到 我们可以去塑造大脑 也就是说 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 做出决定 改变自己大脑的运作方式 虽然我们很容易做出假设 认为在压力更大 缺乏支持的环境中成长的人 由于大脑受到发育环境的影响 可能最终 无法充分发挥大脑的潜能 然而 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 因为需要面对逆境 这些人培养的思维模式 让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获取成功 我们发现很多成功人士 都在成长的过程中 克服了困难 可能正是因为艰难的童年 或者充满挑战的成长过程 孕育了其坚韧不拔的意志 以及其他成功必须的品质 理解神经可塑性 伦敦出租车司机的大脑 能给我们何种启发 这个问题来自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的神经学家 埃利诺 马奎尔 Eleanor McGuire 他研究了伦敦出租车司机大脑中 存储的大量信息 在研究中提出了开头的问题 其实我们应该称这些信息为知识 这样更恰当 为了获得出租车运营资格 申请者会骑电动摩托车 熟悉伦敦的一片区域 这片区域只查令 十字车站半径十公里范围内的道路 申请者需要记住迷宫般的 两万五千条大大小小的街道 还有数千个他们负责提供交通服务的旅游景点 要获取运营执照 申请者需要通过一系列考试 即使申请者们非常用心地学习 通过率也只有约五十 马奎尔猜测 那些成功获得执照的司机 或许拥有比常人更大的海马体 马奎尔和他的同事发现 与年龄 受教育程度和智力水平相近 但不开出租车的人相比 伦敦出租车司机的海马体后部 有更多的挥制 似乎一个人开出租车的时间越长 他的海马体就越大 就好像司机的大脑进行了扩张 以此适应其在伦敦街道 进行导航的认知需求 三 对伦敦出租车司机的研究 成为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 证明了大脑的神经可塑性 即当大脑进行学习和拥有新的体验时 它有自我重组和改造自我的能力 为了生计 出租车司机要不断熟悉城市里的新路线 这迫使他们的大脑 创造出新的神经通路 这些通路改变了大脑的结构和大小 这个例子令人惊叹 它说明了无极限的大脑 如何发挥作用 神经可塑性也被称为大脑可塑性 意味着每次你学到新的东西时 你的大脑就会建立一个新的突出联系 Synaptic Connection 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 大脑都会在生理层面发生变化 相当于它升级了硬件 用来反映新的思维水平 神经可塑性的强弱 不仅取决于我们的神经元生长的能力 还取决于神经元与大脑 其他部分的其他神经元建立联系的能力 它通过建立新的联系和加强或削弱 视情况而定 旧的联系发挥作用 四 我们的大脑具有良好的延展性 当我们有了新的经历 学习了新的东西 或者适应了新的事物时 随着时间的推移 通过形成新的神经通路 我们就有能力改变大脑的结构和组织 这种能力强大到 令人难以置信 神经可塑性可以帮助我们 解释很多事情为何能够实现 研究人员认为 人的大脑非常灵活 这是指彼此联系的神经元形成的复杂网络 可以重新连接 形成新的联系 某些时候 这意味着大脑会对它失去的东西进行代偿 比如 有时单个脑半球 会学习像两个脑半球那样进行运作 就像中风患者能够重建和恢复大脑功能 因此 那些坐视拖拉的人 满脑子负面想法的人 以及难以戒掉垃圾食品的人 都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大脑 改变自己的行为 进而改变自己的生活 如果说学习是在建立新的联系 那么记忆就是在保持或者维持这些联系 当我们因想不起某件事情而冥思苦想时 或者当我们经历记忆损伤时 大脑中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可能断开了 在学习中 如果你记不住某件事情 问题可能在于 你没能把正在学习的知识 和已经知道的知识联系起来 也没能把他与他在生活中的 实际应用联系起来 例如 如果你觉得正在学习的知识 虽然在眼下很有价值 但你以后再也不会用到 那么你就不太可能 对他们进行记忆 同样 如果你对正在学习的知识 缺乏推理论证的过程 你没有向大脑解释这些知识 为什么对你如此重要 以及如何将这些知识 应用到生活或工作中 那么你的大脑 就不会留存这些信息 随着时间推移 存在记忆流失 Memory Lives的问题非常正常 我们是人类 不是机器人 但如果我们以我记性不好 或我不够聪明 记不住这样的态度 对待这种记忆流失 就会削弱我们学习和成长的能力 换言之 因为我们对记忆流失的反应 和态度不正确造成的伤害 远远大于记忆流失本身造成的伤害 不断用这样的话语给自己开脱 会强化我们内心的想法 从而束缚我们的能力 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 重新面对问题 对于学习来说 神经可塑性意味着什么 可塑性意味着 你可以改变大脑 塑造大脑 满足自己的需要 记忆力是可以通过训练得以提升的 前提是你要知道 如何帮助大脑接收 编码 处理和整合信息 你只需简单地调整一下 你所处的环境 吃的食物和进行的锻炼 就可以让大脑的运转方式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将在第八章中详述这些窍门 让你的大脑充满活力 你至少要知道 神经可塑性意味着你的学习 乃至你的生活 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只要优化大脑 重新连接神经元 你就可以成为理想的自己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拥有自己想拥有的技能 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分享信息 只要秉持正确的思维模式 内在动力和方法方式 大脑就能够让你突破任何限制 你的第二大脑 我的学生告诉我 了解自己的大脑无极限之后 他们对自我价值 有了全新的认识 一夜之间信心倍增 这里还有更多值得高兴的好消息 你其实不止拥有一个大脑 还有第二大脑 你的肠胃 不知道你是否感受过肠胃直觉 有没有那么一刻 虽然不知为何 但你始终相信自己的判断 你可曾在做决定的时候 跟着肠胃走 或者因为紧张不安 而觉得肠胃里翻江倒海 你是否考虑过原因 隐匿在消化系统强木之中的肠胃大脑 正在改变医学界之前 对人类消化过程 情绪 健康 以及思维方式之间关系的理解 科学家称这个小号大脑 为肠道神经系统 Enteric Nervous System 其实这个小号大脑一点也不小 肠道神经系统 是由超过一亿个神经细胞 组成的薄层 共有两层 覆盖整个消化道内部 从食道一直延伸到直肠 医学界才刚刚开始研究脑长轴 Brain God Axis 解密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大脑 情绪和行为的 你可能也听说过它 此前有人称之为大脑 肠道连线 Brain God Connection 在过去的十年间 我们发现 肠道对大脑的工作方式 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用树木的工作方式类比 地下的树根从土壤中 汲取重要的养料与水分 并且会与其他植物进行交流 随后 这些营养物质会进入树木体内 加固树干 促进生长 给树木提供养料 让树木每年春天发芽 并长出新叶 而树叶又能收集阳光 这是树木的另一个能量来源 与之类似 我们摄入的营养 由肠道吸收 我们需要这些营养 为大脑提供能量 虽然从重量的角度讲 大脑在人体体重中 所占的比例极低 但它却消耗了 人体摄入营养的二十 所以营养物质 会对大脑日常的工作方式 产生巨大的影响 消化道内有超过 一亿个神经细胞 它们是肠道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当婴儿在母体子宫中生长时 肠道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 是从相同的组织发育而来的 它们通过迷走神经保持联系 在许多方面 这两个系统相互映照 它们工作中使用的许多神经地质 都是相同的 其中包括血清素 多巴胺和乙鲜胆碱 在研究中枢神经系统的过程中 我们曾认为每个人在出生时都有一定数量的神经细胞 此后细胞数量不会改变 事实并非如此 与大脑一样 我们现在知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 肠道神经系统也会产生新的神经元 而且它们受损后仍可以修复 五肠道内不仅有这种神经元 还有由相互联系的微生物组成的微生物群系 与大脑类似 每个人的肠道微生物群系各不相同 更重要的是 肠道神经细胞的工作路径 与大脑惊人的相似 2010年 都科大学 Duke University 神经科学领域的科学家迭哥 伯尔克斯 Diego Bohorkes 发现 肠道的肠内分泌细胞有组状突起 类似于神经元用来交流的突出 伯尔克斯据此猜测 这些细胞可以用像神经元那样的信号 与大脑对话 他推测 如果存在这种情况 那么 对话 就必须经过连接肠道和脑干的迷走神经 又经过进一步测试 研究人员发现 这些细胞确实是通过迷走神经接收信息 并将信息发送到大脑的 这一过程比通过血液完成的信息交流更迅速 脑肠合作 研究人员仍在探索大脑与肠道之间的联系 但从目前来看 他们各自工作的方式似乎非常接近 而且彼此协同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讲 小耗大脑和大耗大脑共同决定了我们的精神状态 当你凭借直觉认为 事情不对劲 或者愿意跟着感觉走时 这绝不是迷信 你的肠道会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各种情况 然后向大脑发出信号 此外 如果肠道得到的食物营养不足 那么大脑得到的燃料就会质量堪忧 比如 现在你的肠道正在消化你刚刚吃的食物 并把燃料送到你的大脑 与此同时 你的大脑的一部分 正在感觉你指尖下的书页 如果你看的是电子书 那就指你的电子设备 体会着一把舒适的椅子 正支撑着你的身体 监控你周围的环境 以确保你的安全 你的大脑的另一部分正在感知环境的气味 可能是咖啡 香水 也可能是书页的气味 你的大脑还有一部分正在吸收这本书页面上的文字符号 通过转化解读它们的意思 然后处理这些意思 将其存储在短期记忆中 随后再由短期记忆发送到长期记忆中存储 前提是条件合适 我们稍后会讲到 我写下上面这些文字 是想让你明白你真的具有终极超能力 它就在你的两耳之间 在你的大脑之中 不仅如此 你也有能力磨砺你的超能力 让它变得更强大 当然 你的无动于衷 也会让你的超能力逐渐枯萎 最终凋零 你可以决定 将你的超能力置于何种环境 比如帮助你实现人生使命的环境 或分散你的注意力 妨碍你实现伟大梦想的环境 掌握学习 应对未知 既然我们的思维力量如此强大 为何有时我们表现得非常差劲 如果我们的大脑真的这么出种 为什么脑力超负荷 注意力涣散 健忘 或者自感脑力不足的问题 依旧困扰着我们 既然拥有如此巨大的潜力 但我们仍然会几天 都记不住一个简单的名字 或对非常简单的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很简单 虽然难以捉摸 但是显而易见 没有人教导我们 应该怎么做 为一个人灌输一个想法 他的一天会变得充实 丰富 教会一个人如何学习 他的一生都会充实 丰富 学校是学习的绝佳场所 在学校 老师告诉我们该学什么 该思考什么 该记住什么 但是 关于如何学习 如何思考和如何记忆的课程 要么根本没有 要么少之又少 让学校重生 Creative Schools 一书在教育学领域影响深远 作者肯 罗宾逊爵士 Sir Ken Robinson 在书中说 我最担心的事情之一是 尽管世界各地 都在对教育系统进行改革 但许多改革 都是在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进行的 他们违背了学习 和学校运行的真正规律 因此 这些改革实际上 是在断送无数年轻人的前景 不管改革的结果是好是坏 他们迟早会影响 我们和我们认识的人们 七 我觉得学校教育 其实已经影响了 我们和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在前文已经讲过 我在学校教育系统里的经历 可谓波折坎坷 当然我也要承认 我属于特殊案例 然而在现实中 即便我在幼儿园时 没有遭遇严重的头部创伤 但我从学校教育中得到的收获 与理想状态相比 依旧相须甚远 这是因为世界上先有学校 会把学会如何学习 纳入课程规划 学校为我们提供的信息 让我们应接不暇 在学校 我们要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 了解那些改变了 人类文明进程的人物 在学校 我们还要接受各种测试 他们简直没完没了 这些测试的目的是 确保我们能重复老师教授的内容 但是学校教育并没有进一步深入 没有教会我们如何自学 如何拓展思维 如何发现全新的概念 如何真正吸收对日常生活 至关重要的知识 想要获胜 唯一的办法 就是在学习上快人一步 当然 我绝没有责怪老师的意思 他们在教育战线上 心情耕耘 非常辛苦 一直以来 我都认为 教师是这个社会中 最具爱心 同情心 和工作能力的群体 事实上 在我的大脑受创之后 我的母亲成为一名教师 因为我的表现十分差劲 他想帮助我 以及其他像我一样的人 真正有问题的是 我们的教育制度 他已经过时了 如果华盛顿 欧文小说里的瑞普 凡 温克尔 Rip Van Winkle 从几十年的沉睡中醒来 那么在当今社会 他唯一认识的东西 可能就是教师了 因为这么多年来 教师几乎没有变化 教育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当今的教育 并不能让我们做好准备 去应对校园外面的世界 就好比这个时代 是属于无人驾驶电动汽车 和能够登陆火星的航天器的时代 而我们的教育系统 就好像一辆马车 另外 我们的谋生方式 正在发生深刻的 日益迅速的变化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 影响着未来的业态 这不仅限于工厂里的工人 被机器人取代 还表现为很多人 都需要从稳定的办公室工作 投身于波动性较大的 零工经济 现在 许多工作岗位大获青睐 而在五年前 先有人能想象 会出现这样的工作岗位 许多此时 此刻涌现的新兴工作 会对未来几年的就业市场 产生影响 所有这些情况 都为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 我们必须 对自己的学习负责 如果学校只告诉我们 应该学习什么 而没有告诉我们 该如何学习 那么剩下的工作 就需要我们自己来做了 如果数字过载 威胁到我们的大脑 那么我们需要利用 自己知道的 关于学习的知识 重新制定基本规则 如果职场变化太快 以至于 我们永远无法确定 明天的工作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 只有完全掌控自己的学习 我们才能做好充分的准备 应对一个不可知的未来 快速学习力点亮人生 很多人听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有一天 一家发电厂发生故障 所有机器停止了运转 工厂里一片寂静 运营主管陷入慌乱 始终滴答地想着 数小时过去了 工厂里仍没有人 能找出问题所在 运营主管激进绝望 他尽自己所能打电话 找来了当地最好的技术专家 技术专家到达现场之后 环式设备 工厂里有许多电柜 中间有横梁连接 他走到其中一个电柜前面 打开柜门 盯着柜内的螺钉和导线 他拧了拧其中一个螺钉 就好像施了魔法 工厂里所有的设备重新启动 工厂瞬间恢复了活力 运营主管松了一口气 他向技术专家表示感谢 并问他怎么收费 技术专家说 一万美元 运营主管大吃一惊 说道 你说一万美元 你只在这里待了几分钟 拧了一颗螺钉 这会儿随便找个人都能干 请给我一张收费明细表 技术专家把手伸进口袋 掏出一个记事本 草草写了几句 然后把账单递给运营主管 运营主管看了账单 立即付了钱 账单上写着拧螺钉 一美元 知道该拧哪颗螺钉 9999美元 我们能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什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件事 首先 无限可能的大脑 能为你和他人带来巨大的附加值 我们已经进入专家经济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 蛮力要为脑力让路 你刷儿之间的大脑 才是能够帮助你创造最多财富的资产 有人清楚大脑的价值 有人依旧不懂 应用知识不仅能证明我们的能力 更能为我们带来财富 我们的思维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 创造力 创新力 以及想象力 都能为我们创造价值 学习速度越快 挣钱速度也就越快 其次 拧动一颗螺钉 就会让一切变得不同 在我指导和执教过的学生中 部分人的头脑 聪明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 就算你自己不是天才 你也能看出 哪些人非常聪明 他们总会留下 供你判断的端倪 其中一个判断依据就是 智力出众的人 会过滤纷繁的信息 专注于那几颗 能够决定全局 点亮人生的罗丁 在这些脑力出众的人身上 我发现了很多有益的行为 方法和策略 我把它们写入本书 希望能够帮助你 让你的努力取得最佳结果 让你的汗水得到最大回报 当今世界 我们面对的时代挑战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而且所有迹象都表明 我们面对的挑战将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知道 与以往任何时代相比 现在将大脑调整到最佳状态 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加丰厚的回馈 现在你已经知道 你自己的潜力 对付这些挑战绰绰有余 但前提是你需要学习 掌控你的学习 乍看之下 我们似乎需要有超人般的能力 才能满足现实要求 但其实你已经拥有一项 隐藏的超能力 你的大脑 你无法从手中射出猪网 但是你的超能力 能创造比猪网更厉害的东西 那就是你大脑中的神经网络 你然而之间的超能力工厂 固满神经网络 这是上天给予你的最大馈赠 也是你最大的优势 我们要做的 就是升级自己的大脑 就像升级我们的手机一样 如何将新的软件安装到大脑里 我最喜欢的方式之一就是阅读 就是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第四章 如何阅读和记忆 Wadro Wilson 伍德罗 威尔逊 美国第28任总统 我不仅穷尽自己的脑力 还尽可能地借用别人的脑力 时间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因为它一去不复返 作为你的大脑教练 我希望你的投入 能够取得最辉煌的成功 最丰厚的回报 所以下面我将分享一些窍门 让你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本书 这些窍门可以应用到你的任何学习中 请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今天阅读的内容 明天就忘记了 这种情况并不是只发生在你一个人的身上 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 遗忘曲线 见图四档一 该曲线反映了人类 在首次学习信息后 对信息的遗忘速度 研究表明 我们在首次学习信息后 一小时内会忘记大约五十的内容 二十四小时内忘记的内容 平均达到七十 一 下面我会提出一些建议 帮助你在与遗忘曲线的抗争中 占得先计 稍后 在关于学习 快速阅读和提升记忆力的部分 我会分享很多先进的策略 加快你的学习速度 以及记忆速度 研究表明 我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会在十四十分钟之内减弱 我们生来如此 如果我们在某项任务上花费的时间超过了这个上限 投入时间获取的回报会呈递减趋势 因为我们会开始走神 出于这个原因 我建议大家使用番茄工作法 Tomodoro Technique 它是弗朗西斯科 西里洛 Francesco Cirillo 开发的提升工作效率的方法 这种方法的基础 是开展工作的最佳时间 是25分钟 然后休息5分钟 二每一个25分钟的时间段 被称为番茄时间 在读本书时 我建议你按照番茄工作法进行 即完成一个番茄时间的阅读之后 休息5分钟 让大脑放松一下 再继续 图4-1 遗忘曲线示意图 在学习方面 番茄工作法之所以有效 是因为它利用了与记忆有关的原理 特别是首音效应 Timacy Effect 和基因效应 Recency Effect 见图4-2 首音效应是指在一段学习时间 一堂课 一次演讲 甚至是一次社交活动中 对于在开始阶段获取的内容 你的记忆会更加深刻 如果你去参加聚会 你可能会遇到30个陌生人 令你印象最深刻的 一般是最初遇到的那几个人 除非你接受培训 按照我的方法记住人名 我会在本书后面的章节 介绍这种方法 基因效应是指 你会对最后或者最近 学习的内容印象最深 我们仍以参加聚会为例 你会记住你最后结识的 那几个人的名字 在考试前 我们都犯过拖延症 以至于要临时抱佛脚 在考试前一天的晚上 坐在书桌前 死记硬背 不给自己任何休息时间 这种铁牙式的突击学习 基本上是无效的 原因有很多 首音效应和基因效应 只是其中的两个 但如果你能让自己休息一下 在学习过程中制造更多的 开始和结束 你就会记住更多内容 图四个二手 因效应与尽音效应对记忆保持的影响 如果你坐在桌前读书两小时 中间没有进行任何休息 你可能会记住前20分钟阅读的内容 此后你的记忆力会经历 30分钟左右的下降期 然后你可能会记住最后读到的内容 这表明你的学习缺乏间歇期 阅读过程中没有休息时间 供你的大脑思考读到的内容 从而催生了学习过程中的无效区 所以在阅读本书的时候 完成一个番茄时间就休息一会儿 这样你能记住更多的内容 如果你依旧要选择填鸭式阅读 本书也会教给你一些方法 帮助你记住无效区的学习内容 你知道读本书会让你变得更聪明吗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夸大其词 但是我对此深信不疑 一方面通过学习我在本书中 分享的诸多方法和策略 你会变得更聪明 另一方面 如果你能积极地阅读本书 你的脑海中就会形成生动的画面 你也能在知道的内容 与正在学习的内容之间建立联系 你会思考如何把本书的内容 应用到眼下的生活之中 你也会思考改如何运用你 正在吸收的知识 本书能提高你的神经可塑性 奥利福 温德尔 洪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说过 每隔一段时间 人们的思维就会因为新的观点 或感觉得以延展 而且再也不会收缩到原来的维度 三在读任何一本书时 你都是在扩展思维 让思维达到全新的高度 大脑升级训练 请你现在就找一个计时器 把计时时间设定为25分钟 然后在这段时间内集中精力读本书 当闹钟响起时 请你用书签标记一下自己读到的位置 然后合上书 写下你在这25分钟内学到的内容 Faster学习法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本书 下面我介绍一种简单的快速学习方法 你也可以用它来快速学习任何其他内容 我称它为Faster更快的学习法 我希望你们在阅读时使用这种方法 就从本书开始 就从现在开始 Faster是以下六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组合 Forget 忘记 Act 行动 State 状态 Teach 教授 Enter 开始 Review 复习 下面我将详细论述 Forget 忘记 要想把注意力像激光一般聚焦在一件事情上 关键在于甩开或者忘掉那些让你分心的事情 你需要忘掉或者至少是暂时忘记三件事情 第一 忘记你已经掌握的内容 在学习新的内容之前 我们总是假设我们对于学习对象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 而实际情况往往是我们知道的并不多 我们总是认为自己对即将学习的内容有所了解 这可能会妨碍我们吸收新的信息 小孩子可以迅速地学习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的大脑就像空荡荡的容器 他们知道自己不知道 有些人声称自己在某个领域有20年的经验 实际上 他们只是把一年的经验重复了20次 为了超越你现在的极限 我希望你能暂时放下你已经知道的 或者你认为你已经知道的内容 你需要用一种初学者心态来阅读本书 记住 你的头脑就像降落伞 它只有在完全打开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 第二 忘记不紧急或不重要的事情 与普遍认知相反 你的大脑其实并不会同时处理多项任务 稍后我会介绍更多相关内容 如果你不是全身心的投入 如果你的注意力不够集中 那么你很难有效学习 大脑升级训练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 有时你的思想会飘到其他事情上 这件事情可能比较重要 但是并不紧急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 不要挣扎着不去想这件事情 你越是拼命抵抗 反而越难以摆脱 相反 在手边放一个笔记本 把你的思路或想法记下来 这样你就可以暂时放下它 待手头的工作结束之后再做处理 第三 忘掉自己的极限 所谓极限 是指你对自己先入为主的认识 比如你认为自己的记忆力不好 认为自己学习速度缓慢 把这些对自己的认知 掏出脑后把 至少暂时如此 我知道这听起来似乎很困难 但是你要对自己的能力保持开放的心态 既然你选择阅读本书 就说明你在内心深处相信你的潜能 远远超过你目前展现出来的能力 当你自言自语评价自我时 记得保持积极的态度 切记如果你不敢挑战极限 就永远无法突破自我 你的能力绝不是一个定值 在学习的世界里一切皆有可能 Act 行动 在接受传统教育时 很多人都会认为学习是被动的体验 我们坐在课堂上需要保持安静 不能和旁边的同学讲话 只要接收信息即可 实际上学习绝不像那些用来观赏的运动 与单纯的吸收知识相比 人脑通过创造活动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明白这一点后 我希望你能问自己一个问题 怎样才能在学习中更加积极主动呢 做好笔记 完成本书中的大脑升级训练 我建议你用荧光笔标记重点内容 但是千万不要痴迷于做标记 最后画的满书都是重点 仿佛被荧光笔标记的书页 能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如果你觉得所有内容都是重点 结果就没有内容是重点 你的学习态度越是积极主动 你的学习速度就越快 学到的知识的质量就越高 学到的内容就越多 大脑升级训练 为了更加积极主动的阅读本书 你会怎么做 挑出其中一项 写下来 下画线下画线 下画线下画线 下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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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身体状况 生理层面的影响 在特定情境下 你对学习主题 具有或者缺乏某些情感 会影响学习过程和最终的学习结果 事实上 当你把情感与信息结合在一起时 你对这个信息的印象会更深刻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比如肯定会有一首歌曲 一种香味或者一道美食 能够把你的思绪带回童年 在信息时代 情感依旧能帮助我们创造长期记忆 反之亦然 回想你在学校里的时光 你当时最主要的情绪状态是怎样的 当我问听众这个问题时 大部分人脱口而出 无聊 很可能你也会对此产生共鸣 如果你在学校里情绪低落 那么你忘了元素周期表 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当你能掌控自己的心理和身体状态时 你的学习体验会从乏味无聊转为 充满兴奋感 好奇心 甚至是乐趣 想要做到这一点 在做下来学习之前 你可以试着改变自己的身体 在学习环境中运动的方式 或者尝试激发不同的情绪 改变你学习时的姿势 或者呼吸方式 想象你精力充沛 对于即将开始的学习感到兴奋 按照这个情绪 选择你的坐姿或站姿 在即将开始的学习中 你会有所收获 而且会应用新知识 你一定会对此感到兴奋 切记 所有学习过程都依赖于你的状态 请主动选择快乐 入迷和好奇的学习状态吧 大脑升级训练 此时此刻 你的动力 精力和专注程度如何 从一到十给你目前的状态打分 一为最差 十为最好 你打算做点什么来提升分数 Teach 教授 如果你想大幅缩短学习曲线 就把你的学习目标定位为 学习之后能把学习内容教授给别人 思考一下 如果知道你需要就学习内容做一场演讲 那么你学习的目标 肯定是充分掌握所学内容 这样才能更好的向其他人解释 你的注意力会更加集中 你的笔记会更加详细 你甚至还会提出更好的问题 当你授课的时候 实际上你经历了两次学习 第一次是你自己学习 第二次是通过给别人讲课学习 学习并非总是单枪匹马的个人活动 也是一项社会活动 如果你邀请其他人与你一起学习 学习本书的过程会带给你更多的快乐 送给朋友一本无限可能 更好的方法是组织一个无限可能读书俱乐部 每周聚在一起分享和交流心得 这样你们就可以讨论书中的观点和概念 当你和一个朋友或一群朋友一起学习 共同创造回忆时 你会更享受学习的过程 与他人共同学习 不仅能让你保持一份责任感 督促自己 也能让你找到伙伴一起练习本书介绍的方法 大脑升级训练 找一位学习伙伴一起读这本书 相互督促 写下你的伙伴或者伙伴们的名字 下话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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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 加入官方学习群 Enter 输入 改善个人表现最简单最强大的方法是什么 答案是善用你的日程表 我们会在日程表上写下或者输入重要的事情参加工作会议 出席家长会 牙医就诊时间 带宠物去看兽医等 大家的日程表上到底缺了什么 答案是缺少给自己的成长和发展安排时间 如果你的日程表上没有这样的安排 那么你很难实现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如果你忘记锻炼身体和大脑 一天的时间转瞬就会溜走 大脑升级训练 拿出你的日程表 把阅读无限可能的计划 插入未来七天的日程中 用无限可能的我天才时间大脑训练和吉姆对话 或者其他积极的标签命名这些时间段 保证你会记住日程上的事项 Review 复习 要想减少遗忘曲线对你的影响 最好的方法之一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积极地回忆此前学过的内容 在多个分散的时段进行复习 你可以让信息更好的留存在大脑之中 每隔一段时间就复习一下学过的内容 可以强化大脑对它的记忆 为了利用好这一原则 在开始阅读之前 即使只有几分钟 你也要花一点时间积极地回忆一下 你此前阅读的内容 通过复习此前的内容 大脑对它的重视程度可以提升 你也能为即将开始的学习做好准备 大脑升级训练 在每次阅读之前 花几分钟谈谈 或者写下你在上一次阅读中记住的内容 秀出自己的决心 法国哲学家让保罗 萨特·John Paul Sartre说 人生是B和D之间的C 意思是人生是我们在出生 Birth 以B代表和死亡 Death 以D代表之间做出选择 Choice 以C代表 这句话聊聊数字 但是意思卷勇 而且与我们阅读本书的旅程息息相关 突破自我极限是一种选择 不论你的处境如何 做出怎样的选择 完全是你的自由 你可以选择放弃自己的这股力量 但是你现在已经知道自己 完全有能力过上无限可能的生活 为什么还要放弃呢 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做出选择 而现在正是我们做出选择的最佳时机 所以我想让你下定决心 全力以赴 大多数人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也对自己应该做的是非常感兴趣 但是他们没有付诸行动 因为他们觉得这只不过是个人喜好 而不是必须践行的承诺 坚定的决心蕴含巨大的力量 我希望你许下承诺 承诺自己会读完这本书 当我们把承诺写下来的时候 兑现承诺的可能性会大大提升 我已经在下一页准备好了承诺书 你需要填写完整 如果你想进一步督促自己 那么你可以拍一张你签署承诺书的照片 然后发布在朋友圈之内的社交媒体上 公开自己的决心 能够让你承担责任 自我督促 我下话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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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每次坚持阅读时 25分钟后再停下 直到读完本书 我承诺我要忘记先前对相关主题的理解 忘记分散我注意力的事物 忘记哪些限制自己的想法 我承诺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 我会完成所有的大脑升级训练 做好笔记 标记重点 练习在阅读的同时提出相关的问题 我承诺在阅读时管理自己的状态 定期检查自己的经历是否充沛 并积极主动地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状态 我承诺把我学到的知识教授给他人 这样我们都能从中受益 我承诺在日程表中加入阅读本书这一事项 因为凡是日程表中的事情 我都会努力完成 我承诺复习我学过的东西 这样我在学习新东西之前 就能更好地记住此前学过的内容 最后我承诺 即使我搞砸上面的任何一件事 我也不会自责 我会尽最大努力重新开始 是的 我已经做好准备 不如无限可能的境界了 扫描二维码 加入官方学习群 签名下华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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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你还是没能记住 我不想让你再读这本书的时候 有这样的经历 那么你觉得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答案是你提出的问题不对 事实上 你追寻的正确答案 就是问题本身 你需要提出正确的问题 我们的感官每一秒 都会从周围的世界 搜集多达1100万字节的信息 显然 如果试着立马理解 和破译所有的信息 我们的大脑 很快就会不堪重负 所以大脑主要是一个 删除信息的设备 它天生就会将一些信息拒之门外 通常情况下 意识思维每秒 只会处理50字节的信息 到底什么样的信息 能通过过滤器 是由大脑中的 网状激活系统决定的 网状激活系统负责 大脑的多项功能 包括睡眠和行为矫正 它还通过一个 被称为习惯化的过程 充当信息的守门人 这一过程 允许大脑忽略无意义和重复的刺激 并对其他的输入信息保持敏感 引导网状激活系统的方法之一 就是问自己问题 这些问题能告诉网状 激活系统哪些是重要信息 让我们以我妹妹的生日为例 几年前 我的妹妹忽然不停地给我寄八哥犬的明信片 图片以及发送关于八哥犬的电子邮件 八哥犬就是那种看起来满面愁容 眼睛突出的小狗 这种狗的性格特别温顺 就算你把他们打扮得像芭蕾舞演员一样 他们也不会生气 当然我在想她 为什么要给我发八哥犬的照片 后来我才想起来 她的生日快到了 显然她做出了暗示 她想要一只八哥犬 那天晚些时候 我在健康食品商店购物 结账的时候 我看了看另外一只结账的队伍 我吃了一惊 因为我看到一位女士 把她的八哥犬放在了肩膀上 哇 我好久没有见到八哥犬了 遇到八哥犬的概率 应该不会很大吧 我是这么想的 第二天 我在家附近跑步 碰到有人在遛狗 遛的是六只八哥犬 问题是 这么多的八哥犬 到底是从哪里跑出来的 他们就像变魔术般的出现了 当然不是 其实 他们一直都在 但是 在潮水般的各种刺激中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他们 一旦八哥犬进入我的意识 他们便会在所有地方 吸引我的注意力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可能是某款汽车或某款衣服 他们突然之间就如同变戏法一般出现在街头巷围 珍妮 麦 吉尼麦 在传媒界颇有名气 在采访她时 我们将前述现象与社交媒体联系在了一起 你最喜欢的社交媒体平台 会根据你过去展现的兴趣 给你推送更多内容类似的帖子 这和我妹妹给我发来八哥犬图片的效果 有一曲同工之处 你访问的网站清楚你的兴趣 是因为她知道你点击过的页面 点赞过的内容 或者观看过的视频 你的网状激活系统就像网站的算法 会向你展示更多你感兴趣的内容 会隐藏那些你没有尝试过的事情 其实在很多时候 我们想要的答案一直都在 只是我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 让焦点聚集到答案之上 我们经常提出毫无用处的问题 我们提出的问题反倒让我们泄气 为什么我不够聪明 为什么我不够优秀 为什么我减肥失败了呢 为什么我找不到生命中的另一半呢 我们总是提出这些消极的问题 然后这些问题就像前文的八哥犬一样 会让我们留意到各种证据 从而得出我的确不行的答案 为了让外部世界看起来更合理 我们的大脑总是在概括信息 然后得出结论 我们的大脑总是竭尽全力 在四处寻找证据 以此支撑和证实我们的信念 所谓思考是通过事物进行推理的过程 在思考的过程中 我们会提出问题 然后回答问题 你可能会问 真是这么回事吗 瞧 你就是忍不住要问问题 虽然我们每天有数以半计的想法 但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主导问题 只有一个或两个 如你所想 这些问题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从而影响我们的内心感受 最终改变我们的人生态度 我们来做一个思维实验 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人总是问自己 怎么才能让别人喜欢我呢 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年龄 职业 相貌 实际上 你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要多 你觉得 总是问自己这个问题的人 会是怎样的性格呢 你不需要太费劲 就能猜出他是那种喜欢讨好 取悦他人的人 他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需求 任何时候都不能直输胸义 一个人如果不断追问 如何让别人喜欢自己 他就永远不会拥有真实的自己 因为他 总是按照周围人的喜好来塑造自己 有时 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你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 也知道了这种人会给自己提出何种问题 那么 你给自己提出的主导问题是什么呢 你的主导问题 大脑受伤的那段时间 我喜欢钻入超级英雄 漫画书和龙语地下城游戏的世界 寻求逃避 虚幻的世界让我忘记了痛苦 我那时觉得 最适合我的超能力就是隐身 我向自己提出的主导问题 是怎样才能让别人忽略我 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人注意我 相反 我总是关注别人 想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如此受大家欢迎 那个人为什么如此开心 幸福 或者到底是什么让别人如此聪明 那时的我备受煎熬 所以我会观察周围的人 周围的世界 并从中汲取知识 我的主导问题发生了变化 我开始问自己怎么才能让我的情况好转呢 我想解决诸如大脑遵循怎样的工作原理 怎样才能让我的大脑运转起来之类的问题 问得越多 我得到的答案也就越多 二十年来 我总是提出这样能够赋予我力量的问题 因此我才能写出这本书 我第一次见到威尔 史密斯是在昆西 琼斯的八十岁生日聚会上 在听说我经历过创伤性脑损伤后 他邀请我作为嘉宾 参加电影脑震荡 Concussion的首映式 脑震荡是一部与橄榄球运动有关的电影 讲述了球员在这项运动中保 受脑部创伤的故事 威尔 史密斯还安排我去多伦多 和他在片场待了一周的时间 他那时正在拍摄一部超级英雄电影 所以你不难想象 我当时对此深感荣幸 并满怀期待的样子 让我吃惊的是 那时正值龙东时节 演员和摄制组每天都要在晚上工作 从晚上六点开始一直 干到早上六点 还是在天寒地冻的户外 好莱坞绝不是只有浮华炫目 星光闪耀 很多人匆匆赶来 却不见得有机会出景 在一次休息的间歇 威尔和我一起发掘出了 他向自己提出的主导问题 其中一个是我怎么做 才能让这一刻更具非凡意义 威尔的下一场戏开拍之前 他的家人和朋友挤在帐篷里 看其他演员工作 凌晨三点 我确信那时 大家又冷又累 我看到他的主导问题发挥了作用 他给每个人都送上热可可 讲笑话 逗大家开心 他本不需要如此 在他本该休息的时间去服务他人 但他的做法确实让那一刻具有了非凡的意义 他提出的主导问题 引导着他的关注焦点和行为 完全改变了所有人的体验 大脑升级训练 你给自己提出的主导问题是什么 请写在下面的横线上 下话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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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麦隆谚语 提出问题的人必须接受答案 无论喜欢与否 让大脑做好准备 你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会引导你的注意力 所以他们会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对你产生影响 甚至包括阅读理解 我们阅读的时候提出的问题往往太少 这会影响我们的注意力理解力和记忆力 如果我们能在做阅读题的时候提前准备好正确的问题 那么在答题时我们就会发现答案像前文的八歌犬一样无处不在 出于这个原因 我在整本书中都安排了针对性极强的关键问题 现在就开始吧 阅读本书就像开启一段旅程 我们需要提出三个主导问题 它们会帮助你把学到的东西付诸行动 将知识转化为力量 我该怎么实践这些内容 为什么我一定要实践这些内容 我该在什么时候实践这些内容 大脑升级训练 这三个问题就是你的咒语 我该怎么实践这些内容 为什么我一定要实践这些内容 我该在什么时候实践这些内容 它们有助于你把本书的知识根深蒂固地融入你的脑中 信中和手中 把这些问题写在你随时能看到的地方 比如桌子上显眼的地方 或将其输入你的手机 在学习本书的知识时 不要被动地阅读 针对每部分内容都要考虑上述三个问题 记住 问题就是答案 在接下来的每一章的开头 你都可以看到我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旨在引导你在阅读时聚焦关键内容 在阅读每一章之前 仔细研究这些问题 你就能做好准备理解并记住新的内容 在回答问题的同时 你还需要完成贯穿整本书的大脑升级训练 它们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 它们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活动 只在训练你 尽快将所学转化为所用 大部分大脑升级训练可以在一两分钟内完成 记住你的大脑具有神经可塑性 在你回答每一个问题 做每一项新活动的时候 你都是在重新连接你大脑中的神经回路 在进入下一章之前 我还会在每一章结尾布置一些练习 确保大家将在课程中学到的内容 切实地转化为实践 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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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英尺约等于30.48厘米 第五章 逃出信念体系的魔咒 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 著名科学家 每个人都是天才 但如果你用爬树的能力来衡量一条鱼的才干 终其一生 鱼都会相信自己愚蠢不堪 你为了实现梦想做过多酷的事情 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可能会遭遇一些可怕的事情 但你知道什么更可怕吗 后悔 重新思考你是谁 世界如何运转 你有能力取得怎样的成功 应该得到什么 以及你的极限究竟在哪里 无限可能模式有三个部分 其中第一个是思维模式 一 它是先决条件 决定了一个人 以怎样的心理态度或倾向 对不同情况做出反应和理解 思维模式是我们对于自己 周围世界抱有的信念 假设和态度的总和 所有的行为都受到信念的驱使 所以在讨论如何学习之前 我们必须首先讨论 与自我极限有关的基本信念 决定我们能够取得何种成就的思维模式 并不是先天就被预设好的 身边的人 以及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文化 都影响了我们在自己成就上线方面的思维模式 让它逐渐固定并限制住我们 想象一下 把一头小象绑在地上的一根木桩上 它想摆脱这种束缚 但是它在尚且年幼的时候 还不够强壮 没有力气把木桩拔起来 所以它最终会停止尝试 因为它知道努力是徒劳的 随着小象的成长 它有了足够的力量来拔出木桩 但小时候习得的事情依然影响着它 它仍然被一根绳子和一块脆弱的金属片 这两种毫无分量的东西束缚在木桩旁边 在心理学上 这叫做习得性无助 Learned Helplessness 大多数人的行为都像那头小象 我们的某次经历 让我们对自己的能力形成了印象 从那以后 我们建立了对于自己潜力的信念 但是 正如无助可以后天袭的一样 无限可能的境界也可以通过后天袭德 在本书的这个部分 你会了解七个关于潜能的谎言 然后学习如何用新的信念取而代之 使用谎言英文为lie这个词 是我刻意为之的 因为在这里 lie也是limited idea entertained 你已经接受的限制性想法的首字母缩写 如果你和绝大多数人一样 那么你肯定对自己抱有错误的认知 觉得发挥自己潜能后 可以达到的高度 肯定遥不可及 你恰恰是在给这些错误的想法注入活力 任由它们注留在你的脑海之中 但是 它们只不过是BS BS在这里不是bullshit 胡说八道 而是believe systems 信念体系的首字母缩写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 你会知道这些谎言到底从何而来 它们是如何禁锢你的 你该怎样终结这些谎言 你需要不断地问自己一个问题 在禁锢我的想法中 有多少其实只是lie和BS 我觉得当你得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后 你一定会感到震惊 而你得到的答案 也会让你获得充分的释放 在我们开始之前 先讲一个小故事 我和斯坦 你之间的友情 是我一生中最珍视的友谊之一 我在前文介绍过 斯坦 李创造的漫威宇宙 帮助年轻时的 我克服了一生中最严峻的挑战 那些漫画人物 一直是我在生活中 寻找灵感的源泉 与斯坦的谈话 总是让我沉醉其中 而且 我常常从中获得启发 我记得我们之间 曾有这样一次对话 当时我们一起去参加晚宴 我们乘车一同前往 斯坦 李穿着西装 打着一条蜘蛛侠的领带 大胆 前卫 亮眼夺目 看起来神采奕奕 我吸血来潮 问了他一个我一直以来想问的问题 斯坦 这些年你创造了这么多优秀的角色 比如复仇者联盟和X战警 我说 你最喜欢的角色是谁 他连一秒都没有迟疑 他回答道 钢铁侠 你最喜欢哪个角色呢 我指着他的领带说 我最喜欢蜘蛛侠 斯坦点了点头 说到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你说的没错 斯坦 其实反过来也是对的 责任越大 能力越大 他似乎很喜欢我的这句话 这让我乐不可知 但是 我之前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 我意识到 自己无意间表达出了 无限可能的思维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则 当我们因为某件事情 而承担起责任的时候 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能量 这个能量可以让事情取得更好的结果 这就是无限可能的思维模式 我们的背景和所处环境会影响我们 塑造我们 但是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 变成自己想要变成的样子 我们需要明白 我们要对自己的假设和态度负责 你的所有潜能完全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 当你接受了这个观点 潜能的力量也会大幅增加 那么超级英雄让我们开始释放你的思维模式 解除对他的束缚与限制 就像斯坦 你的口头禅那样 精益求精 Bixelsier Mark Twain 马克 图温 著名作家 让我们陷入困境的不是无知 而是看似正确的谬无论断 为什么你的信念会对你的生活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为什么限制性的信念会阻碍你实现目标 如何对限制性的信念说 不 想象着你怀抱一桶爆米花 因为我们要一起去看电影了 电影的场景是这样的 一个超级反派撼动了一座大桥的桥墩 大桥即将坍塌 眼看着整座大桥就要轰然倒下 沉入河中 在大桥已经摇摇欲坠 嘎吱作响的时候 我们的超级英雄闻讯而来 他是唯一一个有能力避免灾难发生的人 是唯一一个有能力拯救数百条生命的人 我们的超级英雄距离大桥 还有不到十秒的路程了 但是随着大桥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他的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 让他响起了小学时候 疑似翻筋斗不小心脸部着地的经历 几秒之后 他又响起了父亲告诉他 未来眼光要放低一点 眼看大桥已经映入眼帘 他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另一幅画面 他此前最好的朋友嘲笑他 觉得他狂妄自大 对自己的能力过分自信 大桥上的碎石已经在向水中滑落 桥体嘎吱作响的声音越来越大 空气中 人们的惨叫声此起彼伏 我们的超级英雄呢 他正不知所措地坐在路边 双手捂着脸沉浸在自怜之中 等一等 这是什么情况 你肯定没有在超级英雄的电影里 看过这一幕 对吧 原因有很多 第一 这绝对是一个糟糕的故事 第二 无论超级英雄的过去有多么黑暗 也不管他们可能面临何种道德冲突 真正的超级英雄 不会屈服于限制性的信念 超人不会有这种思维模式 他不会觉得 只有在状态好的时候 他才能纵身越上摩天大厦 或者至少是低层楼房的楼顶 托尼 斯塔克 Tony Stark 也绝不会想 穿着这套钢铁侠战衣 我依旧会在情况危急的时候被击垮 因为我本身只是个凡人 惊奇队长不会在穿越大气层的时候 突然想 我不确定自己的情感 是否已经准备就绪 让我能置身穿越宇宙 超级英雄具有超能力 所以人们觉得 他们不应该感受到任何的限制 你知道吗 你也有超能力 你该如何释放出自己的超能力呢 你要从改变思维模式开始 找到你的罗杰 班尼斯特 记得在我大概九岁或十岁时 我们在一家食客众多的大型餐厅里 组织了一次家庭聚会 几十个人 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 那天是周六 所以餐厅里挤满了人 服务员以最快的速度为大家服务 他们像乒乓球一样 往返于各个餐桌之间 在我们一家人到齐后 服务员就过来让我们点菜 你应该想象得到 因为我们人多 所以 点菜是个漫长的过程 点菜进行到一半时 终于轮到我了 服务员问我要点什么菜品和饮料 这时我才发现 他并没有把我的家人点的东西记在纸上 这让我特别好奇 我们一共有二十五人 我看他还要为其他客人服务 所以 我知道我们不是他服务的唯一一桌客人 他怎么可能记住我们点的所有东西呢 我告诉他我要点什么 然后仔细地观察他 看着他围着桌子走了一圈 给所有人点了餐 那时我非常确信 他给我们上的菜 肯定不会与我们点的一模一样 即使那时的我还小 但是 我已经对事情抱有怀疑态度 当然 只是适度地怀疑 这并不是因为我 为人消极 而是因为 我对人的能力缺乏信心 而且 对于不同寻常的事情 我需要眼见为实 否则 我不会相信 这次 我觉得 服务员端上来的菜 可能大部分会是我们点的 但是 他可能会记不清 哪道菜是哪个人点的 到时候 我们恐怕要伸着胳膊 探出身子 隔着桌子交换餐品 我拭目以待 看看他会不会搞错 首先上来的是饮品 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的饮品 即便是我的两位表妹 其中一个表妹点的 可乐是去冰的 另外一个表妹的饮料里 要加一条柠檬皮圈 一条青鸣皮圈 以及两颗樱桃 他们也都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饮料 我想 好吧 还挺准确的 但是后面等着上的菜品 还有很多呢 几分钟之后 沙拉上桌了 这次 依旧是每个人 都拿到了自己点的沙拉 无论是要求 沙拉调味汁单独另成 还是要求 沙拉调味汁 撒在沙拉上 都按照要求 摆在了我们面前 而且 酱料的种类 丝毫不差 我对服务员的怀疑 似乎是错误的 随后上来的是主菜 依旧是准确无误的 即便很多要求细小而繁琐 所有的菜品 都是按照我们的要求 进行烹饪的 数量众多的配菜 没有一个被弄错 虽然上菜之后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 但是心里却一直在回想 服务员了不起的表现 在那时 我才刚刚能够顺畅地阅读 脑部受伤 给我的学习 带来了各种障碍 然而 正是这位服务员让我知道 我们的大脑具备的能力 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那位女服务员就是我的罗杰 班尼斯特 Roger Bannister 班尼斯特是 20世纪50年代的田径明星 在班尼斯特职业生涯的早期 人们普遍认为 运动员在4分钟内 跑完1英里 2 是不可能的 大家觉得 人类的身体无法承受 在这个时间内 完成1英里带来的负荷 然而 1954年5月6日 班尼斯特用 3分594秒 跑完了1英里 证明4分钟大关 确实是可以突破的 虽然我感兴趣的是 不到两个月 又有人打破了 班尼斯特的记录 随后新的记录 又再次被打破 从那以后 1英里的世界记录 一直被刷新 班尼斯特向大家证明 4分钟这个障碍 其实根本就算不上 是什么障碍 在我的眼中 女服务员之所以让我震惊 也是同样的道理 通过她 我明白了 我对于大脑能力的认知 其实远远低于 她的真实能力 如你所知 随后我在学习的道路上 又艰难跋涉了数年 但是从那顿晚餐起 我对于自我极限的 思维模式改变了 那位女服务员 在她从事的领域里 已经进入了 无限可能的境界 她在我面前展示的本领 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 虽然我与她并不相识 但是我永远对她心存感激 因为她对我个人的影响 永远地改变了我 对于自我极限的认知 她转变了我的思维模式 曾经 我觉得 虽然别人可以凭借 大脑的非凡智力 取得巨大成就 但是我凭借自己的大脑 只能完成渺小 卑微的事情 现在 我绝不可能再接受这种观点了 关键在于 我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 我将在本书中 与大家分享 其中的很多方法 这些方法的核心 是一个基本概念 突破极限 让自己进入 无限可能境界的关键 就是抛弃那些 错误的假设和预判 所以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 没有完成某件事情 是因为 我们相信自己做不到 让我们回到罗杰 班尼斯特的故事中来 在1954年5月6日 之前的日子里 大家笃定 在四分钟之内 跑完一英里 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 但是 在班尼斯特突破 这个极限的46天后 又有人打破了他的记录 随后 又有1400多名选手 跑完一英里 用时少于四分钟 即便是现在 在不到四分钟的时间里 跑完一英里 依旧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 已经不会再有人认为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壮举了 一旦破除了障碍 克服了心魔 很多人都能突破极限 你要如何降服 限制性的信念呢 打破限制性信念 限制性信念 往往会在我们 与自我对话时 暴露出来 这种对话 发生在你的内心 对话的焦点 往往不是你 已经非常擅长的事情 也不是你现在和未来 能够持续做好的事情 而是你做不到的事情 你是否经常劝说 自己放弃努力尝试 或者放弃追求梦想 因为你内心的声音 说服了你 让你觉得目标无法企及 如果你的情况也是如此 不要担心 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但是这些内心对话 实际上对你百害而无一利 雪莉 白福科 Shallie Lefko 善于改变人们的信念 她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在做客我的播客节目时 她表示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一开始对生活 是艰辛困苦的 还是轻松安逸的 一无所知 对生活是一贫如洗的 还是腰缠万贯的 也一无所知 对我们是轻于红毛的 还是重于泰山的 还是一无所知 我们把目光投向两个人 他们什么都懂 那就是我们的父母 一父母是我们的第一人老师 尽管他们绝无伤害我们的意思 然而在我们的童年岁月中 他们还是会不经意间 把限制性信念灌输给我们 限制性信念会让你停下脚步 即使在做你非常擅长的事情时 也是如此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你需要完成某项任务 通常情况下 对于你来说 这轻而易举 比如说血被忘录 或者进行速算 但是如果是在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 重压会让你自我怀疑 最终导致任务失败 限制性信念就是这样拖了你的后腿 如果你能摆脱自己脑子里的想法 完成任务就会一如反掌 但你内心的那个声音 让你迟出不前 现在我们再来放眼你的整个人生 看看你的职业理想 或者你的交友能力 如果是限制性信念在支配你的人生 你会发现自己在失败的泥潭中苦苦挣扎 要么苦苦思索自己为什么没能出人头地 要么已经听之认知 相信自己无法获得成功 亚历克西斯和我一起创立了奎克学习学院 他和我一样 孩童时代在学习方面饱受挫折 但是原因完全不同 他出生在韩国 父母创办了企业 在商场打拼 他的家庭并不富裕 他的父母要努力工作才能维持生计 为他遮风避雨的家 是一个位于韩国的地下室单间 而且一家四口都挤在里面 在第二次创业失败后不久 他的父母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 告知他们的签证申请已经获得通过 这已经是他们申请美国签证的第七个年头 徘徊在绝望的边缘 他的家人认为这是一个契机 于是他们借了约合2000美元的韩元 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程 亚历克西斯出到美国时 连一个英文单词都不会说 他承受了巨大的文化冲击 他不知道周围的人在说什么 而且美韩两国的文化规范也完全不同 他的父母也不会说英语 所以他们一家人都在艰难地了解这个全新的世界 他们一家安顿了下来 新家附近的一所学校录取了亚历克西斯 他是一个羞涩内向的学生 由于语言不通 为了避免尴尬 避免如同切儿一般的感受 他经常独自坐在餐桌边吃午饭 有时候甚至会躲到卫生间的隔间里吃饭 亚历克西斯花了六年的时间才真正学会英语 学校里的同学和老师都不明白 为什么他的学习之路如此艰难 漫长 同学们都讥讽他 因为他的学习速度太慢 你是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蠢啊 你真是个怪胎 他的童年就是在这些嘲笑 斥责中度过的 在学校 他不仅在文化课上遇到的困难 体育课也不力挽 乍看之下 体育课似乎不涉及语言问题 他记得自己坐在看台上 反复抄写我要带运动服来上课 但是他不知道他抄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也没有人设法告诉他 他需要带一套替换的衣服 在他二十岁出头的时候 亚历克西斯通读一本英文书都显得非常吃力 每当他努力学习时 他都要与内心的声音做斗争 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总是在不断地批评和怀疑他的能力 而另一个细小 轻微的声音则在质疑这个批评之声 在内心深处 他始终无法接受自己 永远只能默不作声 他的父母为了给他第二次机会而努力工作 他不能让他们失望 虽然有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够优秀 很难在生活中取得一番成就 但有的时候他确信生活绝不能只是接受现状 一定要有所改变 如果亚历克西斯任由那些外界的声音摆布 按照他们塑造自己的现实 恐怕他早已止步不前 更不会探寻问题的解决方案 相反 他通过观察他人和向他人学习 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别人追逐成功和幸福的方式与自己不同 他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究竟是依靠纯粹的运气与天才 还是背后存在某种方法 在探寻如何成功的过程中 他参加了我早期组织的一个培训班 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报名参加了什么课程 只知道自己需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需要感受到一丝希望 第一天我们学习了记忆的内容 这是八小时的紧张训练 但在课程结束时 亚历克西斯反而觉得神清气爽 甚至对所学的内容感到兴奋不已 我还能怎么用我的大脑呢 他想知道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学习进度并不慢 他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第二天的内容是快速阅读 因为此前他在阅读方面遇到过种种困难 所以在初始阶段 他对此并不感兴趣 但是在学习了智能阅读习惯 Smart Reading Habit 并进行了快速阅读练习之后 亚历克西斯的心智被点亮了 他发现了自己在阅读方面的潜能 甚至找到了阅读的乐趣 他意识到自己的阅读障碍并不是因为自己反应迟钝或者太愚蠢 而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如何学习 如何启动他两耳之间的超级计算机 在体验过学习的力量之后 他脑海里负面的自我对话和限制性信念 音效云散 课后 亚历克西斯第一次完整地阅读了一本书 他的理解力和记忆力令他自己感到震撼 他也深深地爱上了这样的体验 这是他人生中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此前他具有的是有限的思维模式 觉得事情只能如此 上过课后 他知道自己可以改变和塑造思维模式 实现自己的目标 他开始相信自己 畅想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 如今 亚历克西斯在学习新内容的时候 不会有丝毫的害羞 胆怯 如果有内容搞不懂 他也不会觉得是因为自己不够聪明 他会努力寻找答案 并加以应用 出于对学习的热爱 他还和我一起创办了在线教育平台 奎克学习学院 与世界上190多个国家的学员 分享他所经历的转变 简 布鲁斯 安德鲁 沙特博士 亚当 帕尔曼博士 合著的自我平衡 中称这种信念为冰山信念 因为其中有很多信念都隐藏在我们的潜意识之中 简图五杠一 自我平衡中提到冰山信念根深蒂固 难以撼动 它们影响着我们的情绪 这座冰山越是坚固 对于我们的危害和破坏就越大 让你的日常安排杂乱无章 手忙脚乱 阻碍你坚持节食减肥 妨碍你抓住机会 图五杠一冰山信念是一图 所以书中提到 最关键的一点在于 如果我们能掌控自己的冰山 我们就能掌控大部分感情乃至左右自己的生活 如果一座冰山融化 那么它对下游所造成的影响也就随之消失不见 二 詹尼斯·维尔豪尔·詹奈斯·威尔豪尔博士 是埃莫里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系 成人门诊心理治疗项目的主任 他希望我们能直面内心的批评之声 你脑子里的那个声音对你平头论足 充满质疑 挖苦贬低 不断地告诉你 你不够优秀 他用负面的话语伤害你 你做梦都不会对别人说出那样恶毒的话语 但是却将之倾泻在自己身上 比如 我真是个笨蛋 我就是个骗子 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成功对我来说 他补充道 内心的批评之声绝不是无害的 你受到它的妨碍和限制 它让你无法追寻你真正想要的生活 也让你无法获得内心的宁静和健康的情绪 如果这种内心的批评之声长期得不到控制 甚至会导致你产生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比如抑郁症或焦虑症 三 让我们再重问一下本章开头那个落败的超级英雄 当然 他去拯救大众的动力非常充足 但是他欠缺思维模式 他内心的批评之声说服了他 让他觉得自己不够强大 所以他坐在一旁自怨自艾 而不是去拯救生命 当然 从这个故事里 我们看到这位超级英雄并不合格 他把事情搞砸了 他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因为他没有摆脱自己的心魔 当然 我们还需要看到这个故事非常重要的另外一面 我们的超级英雄具备成功所需的所有能力 如果能战胜那些阻碍他的信念 他的非凡才能就会大放异彩 我想你已经清楚了 战胜自己的限制性信念是多么重要 找到自己的天才类型 说到天才 你首先会想到哪些人 我想你脱口而出的肯定是爱因斯坦和莎士比亚 可能还会有霍金 比尔 盖茨 玛丽 俱里或者鲁斯 巴德 金斯伯格 这些人名会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拥有非凡的智慧 而我们总是将他们和天才化上等号 你的名单上有勒布朗 詹姆斯吗 比昂斯呢 奥普拉呢 有没有你自己呢 你想不到我最后列举的那几个名字 这并不奇怪 大多数人都倾向于用智商这个单一的衡量标准 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天才 智商超长的人是天才 而智商较低的人可能也会在某些方面做得不错 甚至出类拔萃 但是我们依旧不会认为他们是天才 你的想法可能与之接近 这样定义天才的人绝非只有你一个 但是这样的定义方式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 它让你无法欣赏形形色色的人们展现出的各种天赋 其二 它让你无法发现你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天才 天才的形式多种多样 专家们对天才的种类也莫衷一事 但是他们普遍认为 天才的表现形式有四种 千百年来 我们一直用以下标准 判断一个人属于哪种天才 发电机型天才 Dynamo Genius 通过创意和观点展现自己天赋的天才 莎士比亚属于发电机型天才 因为在他写出的精彩故事中 我们总是能看到自己的身影 伽利略是发电机型天才 因为他在仰望天空时 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说起天才 我们最常想到的就是发电机型天才 火焰型天才 Glase Genius 通过与他人的互动 展现自己才能的天才 奥普拉 温福瑞 Oper Winfrey 属于火焰型天才 因为他拥有非凡的能力 能够与不同的人 就情感 思想等进行沟通 马拉拉 幽素福 扎伊 马拉拉 占实中所蕴含的智慧 特雷莎修女 Mother Teresa 也是节奏型天才 所以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 他也会为身边的人争取更美好的环境 节奏型天才 目光长远 他们对于未来的理解常人 无法企及 钢铁型天才 这个类型的天才 擅长兢兢业业的做好细小的事情 擅长在别人无法想到 或者无法预见的细节上着力 谢尔盖 布林 Sergei Brin 就是这种天才 他的天赋 让他看到了海量数据的潜在价值 所以他与别人共同创立了谷歌 如果你读过魔球 Moneyball这本书 你肯定知道比利 比恩 比利·比利·比恩和他的员工们一起 通过统计和数据分析 重新定义了棒球运动 钢铁型天才 喜欢尽其所能获得所有的相关信息 他们具有一种独特的视野 可以发现别人错过的信息 并凭借这些信息取得成功 大脑升级训练 你觉得你属于上述哪类天才 写在下面的横线上 下画线下画 线下画 线下画 线下画线下画线 下画线下画 线下画 线下画线下画线 很有可能你属于上述两种 甚至两种以上天才的组合 我们中很少有人单纯擅长处理数据 或者只是具有超强的共情能力 但是对你来说 一定要明白一点 集天才的范畴 并不仅限于在学术上出类拔萃 或者有按序背诵元素周期表的能力 直白地说 你就是一个天才 如果上一段最后一句话 依旧令你感到惊讶 你可以重读本书前面的一些章节 让你自己进入无限可能的境界 就是释放你的内在天才 也许你不是莎士比亚那种发电机型天才 也不是奥普拉那样的火焰型天才 但是你的天赋 可能是上述几种天才所具有的天赋的组合 你的天赋正在等待初次登场 或者进一步展现自我的机会 关键在于你应该充分地释放它 积极信念 有益健康 接下来我会教给你一些方法 帮助你转变思维模式 变得积极主动 在此之前我们先花点时间聊聊积极的思维模式 有多么重要 积极的思维和健康的身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 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进行过相关研究 该校的丽莎 雅内克 Lisa Yenek 博士发现 在大部分普通人中 心态积极的人群 与心态消极的人群相比 罹患心肌梗死和其他心脏疾病的概率要低13 4 同时 梅奥医学中心 Myoclinic 也有研究表明 积极的思维通常都伴随着乐观的态度 这也是有效管理压力的重要方法 而有效管理压力能够为健康带来许多益处 梅奥医学中心指出 相关的益处包括 延长寿命 我觉得特别恰当 我会告诉大家 限制性信念与无限可能的思维模式之间的区别 就像温度计与恒温器之间的区别 温度计只有一个功能对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 你能从温度计上看到温度 仅此而已 这就像在通常情况下 人们对限制性信念的反应一样 人们会感到自己受到了限制 只能以受限和受控的方式做出反应 并且生活方式也受到种种制约 恒温器与温度计不同 恒温器测量环境的温度 然后改变环境的温度 如果恒温器发现环境太冷或太热 它会改变环境的温度 达到它设置的理想温度 同样 如果你遇到外部或内部对你施加的限制性信念 你可以像恒温器一样 拒绝那些限制性信念 创造一个与你的雄心壮志相适应的环境 那么你该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限制性信念 培养出一种超级英雄的思维模式呢 我认为可以采用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 找到你的限制性信念 在此前的章节中 你已经读到了一些关于限制性信念的例子 但是限制性信念并不限于本书中的几例 它们数量众多 稍后 我们将重温一下 与学习有关的七个最常见的限制性信念 七个关于潜能的谎言 它们会影响你的天赋 性格 人际关系 接受的教育 也会导致你内心的自言自语 妨碍你实现自己的目标 现在开始留意一下 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会对自己说我不行 即便你认为 这件事情可能对你的生活并不重要 比如 也许你会告诉自己 你并不擅长讲笑话 也许这对你来说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因为成为善于讲笑话的人 并不是你的个人愿望 但是你可能无意间告诉自己 我没有娱乐天赋 不是个有趣的伙伴 或者算不上一个能为对方带来欢乐的伴侣 而这种自我对话 最终会导致你在重要的社交场合 或者需要在众人面前发言时 变得笨嘴捉舌 所以当你发现你在对自己说我做不到 我不是 我做不了 或者类似的话语时 你需要留心 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你打击 质疑了自己 即便只是一件琐碎的小事 对于你如何看待自己 似乎并不重要 实际上你向自己传递的这些信息 影响到了你对自己人生的整体判断 Less Brown 莱斯布朗 励志演说家 生命没有极限 除非你自己设置 与此同时 你要努力找出这种自我对话的起因 限制性信念通常始于童年时期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家人 就是他们唯一的来源 你在童年时期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 也会让你产生限制性信念 有时候 限制信念的产生 仅仅是因为 你在孩童时代 对某件事情的最初几次尝试并不顺利 你还需要意识到 你的自我对话 是如何阻碍你前进的 然后花点时间 找到这些信念的来源 这样你才能完全挣脱束缚 因为 只要你意识到 这些限制性信念的存在 并且清楚 它们只是你对自己的主观看法 而非真实情况 这些限制性信念 就会自然而然 被你划入错误观点的行列 一旦 你发现了脑海中那些 总是不断告诉你你办不到的声音 你就可以有力地回击它们 比如 当你发现 自己在想我总是把这类事情搞砸 你就可以反驳 我过去并不擅长做这类事情 并不意味着 我现在不能做好 你还是省省吧 别唠叨了 第二步 直面事实 限制性信仰最为恶劣的地方就在于 在很多情况下 它们完全是无稽之谈 你真的不擅长在公共场合演讲吗 你带领团队就会搞得一团糟吗 不管走到哪里 你都是现场最无趣的那一个吗 有什么证据支撑这些结论呢 你实际遇到过多少次这样的情况呢 结果如何 限制性信念最大的危害在于 它们会对我们的情绪产生极大的影响 当你产生限制性信念的时候 你很可能会发现 理性自我在与限制性信念交战 而且往往会败下阵来 但是 自我对话中的限制性信念 在现实中到底有多少事实基础呢 想想你在公共场合演讲的经历 顺便说一句 很多人对此深感恐惧 这很正常 与其关注你在演讲时的感受 不如想想事情的具体经过 你被听众徐下台了吗 演讲之后 人们有没有走到你的跟前嘲笑你 告诉你讲得多么糟糕 第二天 你的老板把你叫到他的办公室 让你考虑一下将来找一份 可以一言不发的工作了吗 我猜这些事情都没发生过 相反 你的听众很可能感觉 你的演讲颇具感染力 如果演讲涉及专业内容 或许他们还会做笔记 从你的演讲中 受获良多 这是否意味着 你的下一次演讲 应该搬到 TED 3 的讲台上 当然不是 但这绝对意味着 在向一群人传递信息方面 你本人 与你脑海中 那个声音所描述的你相比 更加优秀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自认为 糟糕的表现在多大程度 来源于自我对话的纠缠不休 对很多人来说 这才是关键问题 如果他们缺乏对某件事的自信 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内心的那个批评之声 就会让他们分心 无法完全专注于手头的事情 最终导致事情 以失败告终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学会降服你的限制性信念 让他闭嘴牺牲 这非常重要 你在这方面做得越好 在面对成长过程中的困难时 你就越能避免注意力分散 所以 在你深入了解 自己大脑中 限制性信念背后的事实时 一定要考虑两件事情 第一 是否有证据证明 面对某项任务 你确实有所欠缺或存在问题 第二 这些证据是否真实 是否只是被你内心批评 质疑之声 扭曲后的伪证 第三步 创造新信念 既然你已经找到了限制性信念 也深入了解了这些信念背后的实际情况 是时候采取最重要的一步了 创造一个信念 这个信念 要比你一直以来接受的那些限制性观点 谎言更加真实 并且有利于让自己进入无限可能的境界 你将在第六章中看到这个过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但是让我们现在就来浏览一下这一过程 比如你的某个限制性信念总是让你在关键时刻表现欠佳 你首先确定了它属于限制性信念 随后按照步骤表现了真实情况 你发现你会偶尔因为巨大的压力陷入紧张 但是即便你感到紧张 也先有灾难性的后果 经过仔细回忆 你可以想起好几次从挤要关头挺过来的经历 事实上 现在你认真想想 你成功的次数远远多于你跌跌撞撞的次数 现在是时候创造一种新信念了 你的新信念是没有人能够在紧要关头保持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你应该为自己在面对巨大压力时表现出色而感到自豪 新信念有充分的事实支持 它会取代旧信念 在下一次的关键时刻 你就能拥有更加健康的思维模式 我还为你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法 这些年来我和很多专家聊起过这个话题 而我们的谈话总是聊到同一点 只要你相信内心的批评 质疑之声是你真实的心声 是来自那个最聪明的你 那么它就会一直牵着你的鼻子走 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会先说我了解我自己 然后紧接着说出一个限制性信念 但是如果你能为内心的批评 质疑之声创造一个独立的角色 与真实的你不同的角色 你就能更好的让它安静下来 这非常有效 同时你也可以从中获得乐趣 给你内心的批评之声 起个荒谬怪诞的名字 再套上丑陋滑稽的面容 你可以想象它是从动画片里走出来的人物 就像那些低成本烂片里的角色 你可以嘲笑它只知道输出负能量 当它跳入你的脑海时 你就白眼相对 你越善于辨别这个声音 与真实的你之间的不同 你就越能更好的阻止限制性信念 妨碍你 追求无限可能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如何克服你的限制性信念 现在就可以开始用积极的思维模式去追求无限可能的境界了 这听起来可能是一个大胆的计划 但有大量证据支持思维模式与个人成就密切相关 詹姆斯·克里尔·James Clear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掌控习惯》《Atomic Habits》的作者 他曾经做客《我的播客》 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 我还会提到他 他给我们描述了北卡罗莱纳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积极心理学家巴巴拉·弗雷德里克森·巴布罗·弗里克森·巴布罗·弗里克森博士的一项研究 他已在森林里遇到一只老虎举例 强调了负面情绪对我们的影响 以此开始了我们的谈话 他指出 研究人员早就知道 消极情绪会设置命令 让你的大脑做出特定的动作 比如 当有只老虎从你的面前走过 你会逃之夭夭 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事情都已经无关紧要 你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老虎身上 集中在老虎带来的恐惧之上 集中在思考如何摆脱老虎之上 六克利尔认为 消极情绪驱使我们缩小能力范围 我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如何摆脱比喻中的老虎之上 其他任何事情都变得无足轻重 如果我们受制于消极情绪 比如限制性信念 如果我们总是以这种幸存模式 survival mode生活 生活中可能性的范围变会缩小 我们只能受困其中 弗雷德里克森博士发现 积极的思维模式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 他设计了一个实验 参与者被分成五组 观看电影剪辑视频 第一组观看的是能让人开心的视频片段 第二组观看的是能让人产生满足感的视频片段 第三组观看的是能让人产生恐惧的视频片段 第四组观看的是能让人产生愤怒的视频片段 第五组为对照组 在他们看完视频后 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想象与他们刚刚观看视频相似的情况 并考虑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然后参与者要填写一张表格 表格上有20个以我想要开头的句子 但是内容空白需要参与者补全句子 那些经历过恐惧和愤怒的参与者写出的答案最少 而那些经历过快乐和满足的参与者比对照组给出的答案还多 克里尔指出 换言之 当你体验到快乐满足和爱等正面积极的情绪时 你会在生活中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7.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 积极的思维模式具备的好处远远超出了积极情绪所带来的好处 克里尔给出了这样一个例子 孩子在外面跑来跑去 在树枝上荡秋千和朋友们一起玩耍 这样就能开发运动能力身体技能 与他人玩耍和与团队沟通的能力社交技能 以及探索和审视周围世界的能力创造技能 通过这种方式 游戏和快乐的积极情绪会促使孩子学会日常生活中所需的技能 这些技能不仅实用 而且极具价值 推动探索和学习新技能的童年幸福时光可能早已逝去 但是童年学会的技能却永远留存下来 8. 弗雷德里克森称之为拓展和构建 Broaden and Build 理论 因为积极的情绪拓展了个体对可能性的认识和个体的思维 反过来又让个体构建新的技能和资源 这些技能和资源可以为个体生活中的其他领域提供价值 该理论和上文提到的研究表明 积极情绪可以 1.拓展人们关注事物的范围和人们的思维 2.消除挥之不去的负面情绪唤醒 3.增强心理韧性 4.建立相应的个人资源 5.触发向上的螺旋式上升 使人们获得更强烈的幸福感 6位人类的繁荣昌盛播撒种子 这一理论还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他告诉人们 无论在自己的生活还是周围人的生活中 都应该培养积极的情绪 之所以这样做 不仅是因为这会让他们在当下感觉良好 更是因为这会让人们自我提升 走上成功和健康的长寿之路 9.新的思维模式让你内心的批评 质疑之声不再躁动 也为你呈现了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世界 当你的内心充盈着积极的情绪时 你可以看到此前从未留意到的东西 而且能够紧紧地抓牢它们 此外如果方法得当 你还可以顺利地踏上 通往无限可能境界的大道 小杰 此前我们对什么是可能的 什么是不可能的形成了自己的定义 为了提升学习速度 我们必须超越这些狭隘的定义 接下来 你将了解到七个关于潜能的谎言 很多人对它们深信不疑 然而它们恰恰是阻碍 我们前进的限制性信念 在我教导人们如何学习的几十年中 我看到学生和客户坚持这些错误的信念 你所面临的这些限制 正是你通往无限可能境界的唯一障碍 毕竟 如果人们认为提升阅读速度毫无可能 他们就无法学会更快地阅读 如果人们一直告诉自己记性不好 他们就无法提升记忆的效率 一旦你摆脱了这些所谓极限的蛊惑与催眠 所有的事情就会变得井然有序 顺顺利利 通过戳穿谎言 你将击穿通往无限可能境界道路上的核心障碍 在进入下一章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本章的内容 想一想 当你看到别人取得了成功 并且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可以从中汲取怎样的灵感 想象一下你内心的批评 质疑之声 给他换一副面孔或一种声音 这样 他在你心中的可信度就会逐渐下降 现在就直面一个限制性信念 对于哪件事情 你会经常告诉自己我办不到 找出证据来证明这个信念背离事实 第六章 七个关于潜能的谎言 Wayne Dyer Wayne Dyer 畅销书作家 演讲大师 我们能力有限 这绝对是一个弥天大谎 唯一能限制我们的就是相信极限的存在 在你自我灌输的谬论中 最具限制性的是哪些 你如何才能克服这些谬论的削弱效应 Debilitating effect 你怎样才能把这些限制性信念 转变成积极信念呢 你被骗了 有时候你反复被欺骗 有时候受骗的只有你一人 有关我们能力极限的错误信息 几乎无穷无尽 我们都是这些错误信息的受害者 我们频繁地接收这些信息 大部分人别无选择 只能信以为真 问题在于 这些信息的内涵 与你进入无限可能境界的追求 背道而驰 你也可以称之为与潜能有关的谎言 他们会让我们停滞不前 误入歧途 让我们来看看七个限制性信念 详细地了解他们 揭开他们的真面目 然后用积极信念取而代之 谎言一 智力是个固定值 锐一是个相当积极的人 他经营着自己的企业 社交圈子也很广 喜欢与那些胸怀大志的人相处 因为这些人敢于想象 大多数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可是当锐一有了女儿之后 他才意识到 也许他的思维 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积极 一种不同的思维模式 开始以非常微妙的方式显现出来 首先是锐一对于尚且年幼的女儿的 行为方式的看法 锐一坚持的观点是他生性如此 他并不相信自己 可以影响女儿的行为方式 当他的老公是图交女儿新东西时 锐一发现他感到一种微妙的不适 想去保护女儿 如果女儿不学习 也就不会在学习的过程中遭遇挫折 从而可以避免随之而来的失望与沮丧 他注意到 他总认为 女儿学习这个为时尚早 有一天 锐一的老公望着他 说道 你认为他缺乏学习能力吗 他要永远原地踏步 驻足不前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他爱自己的女儿 小姑娘不仅聪明 而且好奇心强 每天都在学习新知识 情况显然与锐一想的不一样 但是锐一发现 他的内心深处 有一个信念在对他低于不 孩子生性如此 难以改变 锐一对自己女儿的智力始终抱有一种成见 这令他非常痛苦 这些信念非常微妙 我们中先有人会有意识地思考自己遇到的限制 或者我们认为别人遇到的限制 但是在生活中的关键时刻 这些限制还是会影响我们的幸福 影响我们的工作 家庭生活 甚至我们的孩子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无法进步 那么我们就只能止步不前 如果你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自己可以取得成功 那么在做任务时就会感到困难重重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 德维克 Carol Dweck阐述了固定型思维模式 F-Bixed Mindset 与成长型思维模式 Growth Mindset之间的区别 在固定型思维模式下 学生认为自己的基本能力 智力才能都只是固定不变的 换言之 他们具备定量的基本能力 智力和天赋 一成不变 所以他们一直以来的目标 就是让自己在别人的眼中看起来很聪明 永远不会像个傻瓜 这样就好 在成长型思维模式下 学生明白自己的才能和能力 可以通过个人努力 优质教学和坚持不懈得以提升 并不是说 他们相信人人一样 或者人人都能成为爱因斯坦 他们相信的是 只要努力 每个人都能变得更聪明 一 许多人与瑞一一样 从来没有考虑过 自己是固定型思维模式 还是成长型思维模式 大部分只是在不知不觉间 采取与家人一致的思考模式 尽管这非常微妙 难以琢磨 但是采取不同的思维模式 我们对待生活的方式 也会不同 如果你的思维模式属于 固定型思维模式 那么你会认为事情只能如此 我们没有能力改变现状 如果你的思维模式属于 成长型思维模式 那么你的观点就是 我们有能力去改进任何事情 如果瑞一认为 他的女儿无法进步或成长 哪怕是一丁点儿女儿都办不到 他不去教导女儿 那么他会做什么呢 他可能会安抚女儿 让女儿暂时休息 分散女儿的注意力 这些做法确实能缓解 女儿当下的压力 但对女儿的成长毫无益处 同样 作为成年人 如果我们自认为学习能力不足 不去承担责任 不去自学 我们想要或者需要知道的知识 我们会怎么做 我们会告诉自己 这些知识并不是必学的 会给自己找借口 我们会埋怨其他人 或者抱怨环境 然后把注意力分散到那些 让我们感觉良好的事情上 对于这种限制性信念 可能你已经忘记了 它们产生于何时 抑或它们诞生于你的童年时期 这种限制性信念 对于你如何看待 你的智力和学习能力 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智商分数及测试诞生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目的是更好地评估哪些学生会 在学校接受教育的过程中 遇到较多的困难 法国政府委托很多科学家设计 可以衡量智力的测试 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 比奈 Alfred Binet 和他的学生泰奥多尔 西蒙 Theodore Simon 是首批完成任务的科学家 而他们设计出的测试 考虑到了年龄因素 因为年龄与智商有关 另外 因为他们设计的测试 可以在其他语言和文化中 非常方便地被实施 所以颇受青睐 三 资质商测试诞生已经一百多年了 这些测试是否真的能用来 衡量人类的智商 或者说是否真的能用来 衡量人类获取和吸收知识 与信息的能力 至今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 非常有趣的是 比奈本人对他的测试方法并不满意 因为他测量不出创造力和情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 此此外 我们的文化氛围 让智商分数得到了 本不应该有的重视程度 我们倾向于认为 固定不变的智商 得分正确地反映了我们的智力水平 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 智商测试衡量的 是我们目前在学习方面的能力 而非天生的智力 五直到今天 智商测试仍然无法衡量创造力或实践智力 四 Practical Intelligence 当然也无法衡量情商 六 而创造力 实践智力 情商 这三项素质 在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要记住考试成绩 与你的学习能力之间 并不能划等号 爱尔兰国立大学的布莱恩 罗奇 Brian Roach 表示 有些人声称人类的智商终生不变 实际上 相对不变的是 我们的智商测试得分 并非我们的智力水平 我们的智力水平 是不断上升的 七 戴维 深刻 David Shank 在他的著作天才基因 The Genius in All of Us 一书中 继一部阐述了这一观点 他写道 每个人都有成为天才的潜力 或者说 至少每个人都拥有巨大的潜力 但是 我们更愿意 相信我们 要么是天才 要么不是 或者 我们要么有天赋 要么没有 因为这样的想法 可以让我们逃避 掌控自己生活的责任 相信天赋和限制是与生俱来的 这样心里更容易承受 我之所以不是一个伟大的歌剧演唱家 是因为我天生就没有这种能力 这就是我固有的看法 认为天赋是与生俱来的 能让我们更轻松地面对这个世界 免于承担他人期望的众和 八 智力不仅具有可塑性 而且培养成长型思维模式的能力 决定了智力的可塑性 开始审视你的态度吧 倾听你的说话方式 固定型思维模式 通常会从你的语言中流露出来 也许你会对自己说 我不擅长阅读 这种说法意味着 你认为这种情况恒定不变 你的技能无法提高 你可以试着换种说法 这是我目前还不擅长的事情 你可以将这种话语上的转变 应用于任何事情 从而帮助自己取得进步 智商测试的分数无法决定你的未来 它们不能决定你的学习能力 也不能决定你的最终成就 你要把你的学习 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事实是这样的重要的 不是你多么聪明 而是你在哪些方面聪明 智力分为多种类型 我稍后将详细介绍 智力是态度与行为的结合 并且受到环境的影响 新信念 智力是不断变化的 谎言二 我们只开发了大脑的识 我们都听说过这个谬论 可能有的人是听老师说的 有的人是从朋友口中得知的 还有些人是通过媒体 可能是纪录片 电视节目 也可能是电影 知道的 每每提到人们朝思暮想的能力上限时 我们总能看到这个谬论 如果我们能开发 我们大脑剩余的部分 那么我们能取得怎样的成就 这个谬论 有许多不同的来源 与其他公众舆论 形成的过程类似 它也是建立在 一系列连续的事件之上的 有人认为 它来自威廉 詹姆斯 William James 它是一位作家 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 他在《人类的能量》 The Energy of Man 一书中写道 我们只利用了自己思维和身体 顶赴的一小部分 就它也可能源于 法国物理学家皮埃尔 弗鲁龙 Pierre Florence的作品 他在19世纪末 发现了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工作原理 以及二者是如何协同工作的 并因此享有盛名 这个谬论也可能于卡尔 拉什利 卡尔拉什利 博士在20世纪20年代的研究有关 当时 拉什利移除了实验署 一部分大脑皮层 五 发现实验署 仍然可以重新学习一些任务 所以他做出了错误的假设 认为我们并没有使用大脑的所有部分 时有些人则将这种谬论归咎于早期派的扫描 六 和功能性磁共振程像 FMRI扫描生成的神经图像 七 有些人对这些图像做出了简单的解释 你拿起某件东西时 你的大脑就是这个样子 在这些图像里 大脑通常只有一部分是高亮的 所以外行很容易得出结论 认为我们在某一时刻 只使用了大脑的一小部分 十一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 无数的广告和电影 也为这一假设推波助澜 2011年上映的电影《永无止境》 改编自小说《暗黑领域》 《The Dark Fields》 片中提到我们仅使用了二时的大脑功能 2014年上映的电影抄体《Lucy》 也称无论何时 我们对大脑功能的利用率 仅仅达到十 聚集黑镜 Black Mirror 援引事实或数据素来 都会经过深入的研究和反复的斟酌 并以此闻名 而在2017年 黑镜也加入了吹捧前述谬论论的行列 在该季其中一季提到 即便在极佳的状态下 我们也仅仅利用了四时的大脑能力 所有这些电影 小说或者电视剧的情节 都认为大脑最大的潜能 始终处于隐藏状态 他们关注的焦点 是如何才能释放大脑的这种潜能 毫无疑问 这个谬论流传甚广 几乎无处不在 但是它是错误的 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节目中 主持人播放了一段来自超体的片段 摩根 弗里曼 摩根 弗里曼 用他那充满感染力的低音 提出数个问题 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百分之百利用我们的大脑 那会怎样 我们能做哪些事情 超体这部电影正是基于这种假设 神经学家大卫 伊格尔曼 David Eagleman 给出的答案直接了当 到那时 我们能做的事情和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别无二致 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已经百分之百地利用了我们的大脑 十二 支持大卫 伊格尔曼观点的证据不计其数 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蒙弗雷泽大学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的心理学教授巴里 拜尔斯坦 Barry Bear Stein 也列举了一些重大科学发现 以此驳斥这一谬论 转述如下 十三 研究遭受过损伤的大脑得出的结论 与之前各种理论得出的结论相反 事实上 大脑中没有一个区域可以承受损伤而不丧失能力 通过扫描大脑可以发现 无论我们进行哪种活动 大脑所有的区域都处于活跃状态 即使在我们睡觉时 我们大脑的所有部分也都处于活跃状态 我们的大脑是耗能大户 从重量来看 大脑的重量仅占人体体重的二 但是它在耗能方面 却占到了身体总耗能的二十 多于任何其他器官 如果一个器官仅有四十 或者更少的部分处于工作状态 我们绝无必要 为了它消耗如此巨大的能量 同时科学家已经得出结论 大脑的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功能 它们是协同工作的 几十年来 科学家绘制了整个大脑的图谱 并得出结论 大脑的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功能 换言之 根本不存在无功能的区域 最后 正如我们所知 大脑会利用突出修剪 八 Synaptic Pruning的过程 如果我们不去使用大脑中较大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就会大面积的退化 不必担心 我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除非患上脑部疾病 十四 总而言之 这个谬论毫无真实性可言 神经学家巴里 戈登 Barry Gordon 供置于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Medicine 甘愿位于巴尔迪摩 巴里在接受科学美国人 Scientific I see American 杂志的采访师表示 这个观点错得离谱 简直可笑 十五 事实是这样的 我想让你们从这部分学到的是 你们现在可以利用的 就是你的整个大脑 电影和电视节目所描绘的乌托邦 对你来说完全可以实现 所有人都在使用自己的整个大脑 但是有些人显然用得更好 这好比绝大部分人都肢体健全 但是有人比其他人更快 更强壮 更灵活 更有活力 关键在于要学习 如何尽可能更高效地 使用你的大脑 读完本书之后 你将掌握相关的方法 心心念 我正在学习用最好的方式 使用我的整个大脑 谎言三 犯错等于失败 每当我们听到爱因斯坦这个名字 我们想到的是才华横溢 智力非凡 而大多数人都会认为 自己永远无法取得 与他类似的成就 我们把爱因斯坦的伟大成就 与他的聪慧过人 联系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 爱因斯坦推动了整个科学领域的发展 在物理学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 他在这方面的贡献 胜过其他任何科学家 我们现代最重要的科学技术 正是因为他的研究发现 爱因斯坦声名显赫 所以大家觉得他极少犯错 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 他的人生发展之路 那就是缓慢 作为学生 老师一度认为他无法达到平均水准 十六幼年时代 他的思维和学习方式都明显与班上其他学生不同 例如他喜欢解决较为复杂的数学问题 对于简单的问题则不太擅长 十七 在科研生涯的后期 爱因斯坦还犯了简单的数学错误 这些错误出现在他最重要的基本著作之中 他犯过许多错误 比如在各个版本的相对论中 因为疏忽大意 共有七处重大错误 计算与实验有关的时钟同步时 他也犯了错误 为了确定液体粘度 在运用数学和物理知识进行计算时 他也犯了很多错误 十八 因为爱因斯坦犯过错误 大家就会觉得他是失败者吗 绝不可能 最重要的是 他没有让错误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他不断地进行实验 并在自己从事的领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他说过一句话 一个人从未犯错 是因为他不曾尝试新鲜事物 大家经常引用这句名言 没有人会记住他犯过的错误 我们记住的是他的丰功伟业 那么我们为什么如此畏惧错误呢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 比如在学校上学期间 学校的评价体系针对的就是我们犯下的错误 在任何考试中 我们犯错的数量决定着我们能否通过考试 在课堂上 回答问题时说出了错误的答案 大部分人会觉得羞愧难当 下次不会再主动举手 遗憾的是 人们没有把犯错作为学习的方法 而是将其作为衡量一个人能力的工具 犯错过多 会让你考试不及格甚至留级 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看法 很多人未能兑现自己的能力 而且这种人不计其数 究竟原因就是太惧怕犯错误 与其把错误视为失败的证据 不如把它们当作你正在努力尝试的证据 贝斯 康斯托克 Beth Comstock 曾任通用电器 General Electric副董事长 在他任内 通用电器被迫放弃了投资的一个新产品系列 贝斯和他的团队学会了如何面对错误 贝斯后来写了 《先见之明》 《勇气》 《创造力与改变的力量》 Imagine it forward Courage Creativity And the Power of Change 一书 他经常会谈及企业和从业者需要面对不断增多的各种要求 并且需要尽快适应 及时变革 十九 他回顾了此前的经历 他和他的团队并没有把犯下的错误视作一次失败 而是作为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教训 最终 他们开发出了新的产品系列 推动公司继续前进 二十 他们没有陷入错误的泥沼 而是思考自己从中学到了什么 事实是这样的 错误并不意味着失败 错误证明你在尝试新事物 你可能觉得自己必须是完美的 不能犯错 但是在生活中 你无需与别人比较 而应该与昨天的自己进行比较 如果你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那么错误就会成为推动你进步的能量 让你变得比昨天更好 另外切记 犯错是人之常情 并不是你的个人错误 犯错与个人品性无关 很多人在犯错之后便轻易地得出结论 认为自己天生一无是处 错误是你造成的 但是错误绝不是你主宰的 把错误踩在脚下 就像垫脚石一般 帮助你提升自我 以达到更高层次 决定我们人生走向的 绝不是我们为什么犯错 而是我们如何面对错误 心信念犯错绝非失败 不能从中汲取教训 才是最大的失败 谎言四 知识就是力量 我们都听过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 很多人把它是做我们学习的原因 好像只有知识才能给予我们力量 你可能也听过这个句子的另外一层意思 但是意图与之完全相反 因为知识就是力量 所以我们要对他人隐瞒信息或者知识 比如在谈判之中 尽管人们通常认为 知识就是力量 这句话出自弗朗西斯 培根 Francis Bacon之口 实际上 这句话首次出现在托马斯 霍布斯 Thomas Hobbes 于1651年出版的利维坛 Lavieson一书中 托马斯年轻时曾担任培根的秘书 他在利维坛中 使用拉丁语表述 Sciencia potential est 即知识就是力量 1655年 他的另外一本书论物体 戴Copri出版 书中详细阐述了 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观点 但是多年以来 人们对于霍布斯原话的理解 只是断章取义 在原著中 霍布斯说 获取知识的目的是 获得力量 应用定理是为了构建难题 最后 全部思辨的目标乃在于建立某项活动 或是把事情办成 21 换句话说 知识固然重要 但是要想把知识转化成力量 就需要建立某项活动 我们的社会文化 正是在这个环节出了问题 如前所述 我们每天都会接受大量的信息 我们获得知识的机会 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 然而 这种信息过剩 反而让我们采取行动的难度 陡然提升 我也曾经相信 知识就是力量这个谬论 当我还是那个脑子坏掉的孩子时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够像教室里的其他孩子一样 正常地学习 但是 当我能够做到这一点之后 我很快就意识到 拥有知识 并不会让我与众不同 真正让我脱颖而出的是 能够应用学到的知识 事实是这样的 知识不是力量 它只是具有转化成力量的潜力 你可以阅读本书 学习书中的一切 但如果你没有吸收并应用知识 那么本书便毫无用处 世界上所有的图书 播客节目 研讨会 其他在线节目 和社交媒体上的励志类文字 只有在你把知识付诸行动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 谈论学到的知识非常容易 但我希望你们不要仅仅是口头讨论 而是用双手去展示所学 做得好 远远胜过说得好 不要只是做出口头承诺 要用行动去证明 行动的结果会为你发出最响亮的掌声 新信念 知识呈行动等于力量 谎言五 学习新东西非常困难 听到学习这个词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想到学校 学校很难给人留下美好的记忆 即使有些人在学业方面成绩出色 但学校依旧是我们经历青春成长痛苦的地方 是我们第一次感受浪漫爱情的地方 当然也可能是我们第一次表白悲剧的地方 还可能是我们体验百无聊赖的地方 包括我自己在内 很多人在校期间都在苦苦挣扎 心中增添的是一分羞愧 一分怀疑 总是觉得自己太蠢 太笨 什么也学不会 这样的念头挥之不去 给学习二字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颜色 难怪我们一想到学习 就会把它和困难 斗争 联系在一起 卡罗尔 格雷德 卡罗尔格雷德是美国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 他因为发现端粒 酒 和端粒酶如何保护染色体 而与伊丽莎白 布莱克本 伊丽莎布斯 Blackburn 和捷克 绍斯塔克 扎克薩斯塔克 一起获得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项研究最重要的应用前景 就是加深我们对于癌症的理解 利用于癌症治疗 22格雷德 获得了彭博杰出教授 Runber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和丹尼尔 纳森斯教授 Daniel Nathan's Professor 等殊荣 他也是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主任 拥有如此辉煌的职业生涯 人们多半会猜测 格雷德在校学习期间 是位尖字生 顺风顺水地完成了学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卡罗尔回忆到 上小学时 老师觉得我拼写不好 也不会发音 所以让我参加补习班 我记得有位老师把我带出教室 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参加补习班 当然 那时的我感到自己 没有其他孩子优秀 23 结果老师发现 卡罗尔患有送读困难症 送读困难症 是学习无能 Learning Disability的一种 会影响大脑中处理语言的部分 在识别语音 和将它们与字母和词汇建立联系等方面 患有送读困难症的人 会遇到障碍 从而导致阅读困难 有时候还会导致说话困难 24 格雷德觉得自己很愚蠢 也感到这种情况很难克服 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 我一直在想办法迎头赶上 虽然我不会拼写单词 但是我学会了如何高效的记忆 后来在化学和解剖学之类的课程上 必须记忆知识点 我发现自己非常擅长记忆知识点 我从来没有规划过我的职业生涯 我觉得这就像是我戴上的眼罩 笔直向前 我经历了很多可能会是阻挡我前进的事情 我埋头向前 我要不断地调整 适应 这是我很早便掌握的技能 25 尽管在校学习最初遭遇困难 但是他找到了其他方法来弥补自己的短板 正是因为他具备了适应能力 最终他不仅在学习中化解了难题 更在科研领域攻坚克难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改变了我们对癌症的看法 卡罗尔曾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 但是他想出了办法 克服了自己的不足之处 这也就是我要说的 关键不在于你有多么聪明 而在于如何变得聪明 因为卡罗尔解决了他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一路走来 现在他的工作甚至已经对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 学习并非总是轻松愉快的 但是努力总能收获回报 我认为 学习总是伴随着一丝不舒服的感觉 否则 你仅仅是在巩固已知的知识 如果你曾经尝试用盾刃砍木头 你肯定清楚用盾刃和用利刃完成任务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差别巨大 与此类似 缺乏动力或者方法不当 都会让你放慢脚步 让你觉得学习难于登天 我们将在本书后面告诉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是向前的脚步要稳健 不宜太大 想一想 石匠的工作 他们会坐在工作台前 敲打着自己面前的石头 感觉这项工作似乎永无止境 只能在石头的各处凿下一些细线或者敲出凹痕 但是很快石头就裂开了 这是一蹴而就的结果吗 当然不是 之前长时间进行种种工作 都是为了最终分开石头做准备 对待学习要具有石匠般的精神 这需要你培养耐心 保持积极的态度 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调整 如果你最擅长拿着书本进行学习 这自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你已经明白书本学习对你不起作用 为什么还要一直尝试同一件事呢 你需要寻找其他有效的学习方法 明白这个道理并不困难 但是想要取得进步就要付出努力 其实付出的努力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巨大 但关键在于坚持 你必须耐着性子 一遍又一遍地向石匠般重复工作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 你不仅能收获来之不易的知识 还能培养坚韧不拔的毅力 让自己的意志品质变得更加优秀 事实是这样的 有时学习新事物确实很难 更准确地讲 你必须理解学习需要一套方法 当你知道如何学习的时候 学习这个过程也会轻松许多 新信念 当你学会了新的学习方法时 学习新事物这个充满挑战的过程 会变成一件乐事 也会更容易更愉快 谎言六 其他人的批评很重要 几年前 迪帕克 乔普拉 迪帕克托普大 举办了一次活动 他邀请我发表主旨演讲 演讲结束之后 我坐在观众席观看盛夏的节目 这时 一个高大的身影走近我 影子掠过我的头顶 我猛的一抬头 居然是我最喜欢的戏剧演员之一 金凯瑞 Jim Carey 随后 在活动现场 大家开始深入讨论 关于创造力的话题 期间 金 凯瑞对我说 吉姆 我正在拍摄 阿呆和阿瓜2 Dumb and Dumber 2 我需要变得非常聪明 才能变得越来越纯 从而进入阿呆和阿瓜的世界 几周之后 我便前往他的家中 与他合作 在一次休息期间 我在厨房做牛油果沙拉 这是我最喜欢的剑脑视频之一 我问他 你为什么会那样表演 你的表演风格 独一无二 你在镜头面前显得有点极端 金 凯瑞说 我这么表演 是因为我想让观众做他们自己 这个世界上最滑稽的事情 就是人们因为害怕别人的看法 所以 阻止和限制自己 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 对金 凯瑞来说 这种观点 如同宗教信仰一般 他认为这种观点 可以让人们从忧虑中解脱出来 他在马赫西管理大学 Moharishi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的毕业典礼演讲中 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 一直以来 我的人生目标 都是让人们从忧虑中解脱出来 你将如何为这个世界服务 你的才华能为人们提供什么 你需要弄清楚这些问题 你对于别人的影响 是最有价值的货币 我们一生所获得的一切中 会腐烂 破碎 你能够留在世间的 只有内心的思想 26 在这个世界上 孩子的学习速度是最快的 部分原因是 他们不在乎 别人对他们的看法 孩子不会对失败感到羞愧 在学习走路的过程中 他们会多次跌倒 但是也会多次爬起来 绝不会觉得尴尬 他们满脑子 只有学会走路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很难再保持这种开放的心态 比如 我们会去学习歌唱或者编程 一旦我们有个音调唱低了 或者在学习过程中犯了其他错误 我们就会畏首畏尾 甚至停滞不前 想要进入无限可能的境界 就要摆脱对他人批评的恐惧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 很多人战胜了周遭的负面评价 迈向了成功 莱特兄弟让比空气中的机器 在天空中飞翔 完成了那时 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 然而最初 他们的想法 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在语 1903年12月17日 他们完成了首航 回家的路上 既没有乐队欢迎 没有人递上雪茄 也不见彩带飘飘 唯一欢迎他们的 却是质疑的声音 弗雷德 凯利 Fred Kelly 是莱特兄弟 个人传记的作者 他写道 莱特兄弟的邻居 觉得莱特兄弟的成功 难以相信 其中一个邻居说 我知道你们很诚实 你们说 你们坐在机器里 在天空中飞翔 我相信你们 但是 那是因为在卡罗莱纳海岸 有特殊的条件 可以帮助你们 也就是说 你们在其他地方 是办不到的 27 这与我们预期中的 热烈反响相居甚远 对吧 报纸和其他媒体 也没有报道 他们的成就 根据凯利的说法 当时很多著名科学家 都已经解释过 人类不能飞行的原因 因为记者 也怕自己 沦为笑柄 所以没有报纸 愿意报道 他们的故事 28 备受尊重的科学家 都曾表明 飞行在科学上 是行不通的 所以 也没有任何编辑 想要刊登 报道 直接驳斥 科学家 此前的观点 缺乏公众认可 并没有让莱特兄弟 感到不安 他们知道 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着手完善 他们的飞行器 最终 他们的飞行器 赢得了应得的认可 在考虑尝试 新事物的时候 大多数人 都会害怕别人的看法 莱特兄弟的故事表明 公众的想象力 平淡无奇 甚至到了 令人悲哀的地步 与事实相比 人们更愿意相信 他们认为 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事实是这样的 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可能会遭遇一些 可怕的事情 但你知道 什么更可怕吗 后悔 总有一天 我们会咽下 最后一口气 那时 别人的意见 或者你的恐惧 都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度过 自己的一生 如果你听从 某人的建议 那么他的批评 也值得一听 对于无法 为你提供 重肯建议的人 你完全可以忽视 他们的批评 无论你做什么 人们都会质疑你 批评你 你总是会对自己 下不公平的判断 只有打破这些判断 你才能知道 自己真正的潜能 不要让别人的观点 和期望左右 甚至毁了你的一生 新信念 我不会强求你喜欢 爱上 或者尊重我的工作 我的事情 与你无关 谎言七天才 是余生俱来的 李小龙是公认的电影明星 哲学家 也是武术搏击史上 最成功的搏击家之一 然而 回顾他的一生 如果你假设天才是 与生俱来的 你肯定想不到 他会成为很多人的偶像 李小龙的家人 在他出生不久后 就从美国旧金山 搬到中国香港 29他们到达香港后不久 香港就被日军占领 李小龙在政治和社会 动荡的香港度过了他的童年 年轻时 李小龙也身陷困境 他是最尴尬的局外人 因为他是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 所以同班同学都会取笑他 他也不像私立学校里的其他孩子 他们都是英国人 也会因为李小龙是东方人 而嘲弄他 时时刻刻 他总是受到这种紧张感 和压迫感的困扰 所以他选择通过打斗度过难关 三十他因此变得非常好动 他的成绩不好 而且经常在学校打架 所以他只能转学到其他小学 十三岁时 李小龙遇到了武学大师叶问 叶问把他招入自己开设的武馆 开始向他传授永春拳 与他在其他学校的情况一样 在武馆里 李小龙依旧会受到其他同学的嘲弄 他们觉得李小龙与他们不同 所以不具备学习武术的资格 李小龙必须不断地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的能力 他甚至开始在街头斗殴 李小龙参与斗殴的时间 远比他坐在书桌前的时间长 而他的好斗成性 也让他在街头声名雀起 一次特别严重的街头斗殴之后 一位高级警官联系到李小龙的父母 告知他们自己将逮捕他们的儿子 因为前一天被他捕打的男孩 正是这位警官的儿子 李小龙的父亲赶紧安排他返回美国 李小龙返回美国时 口袋里只有一百美元 后来在一次访谈中 李小龙说 就像大多数刚到美国的华人孩子一样 我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餐馆刷盘子 打扫餐桌 三十一刚开始 他打零工养活自己 后来他开始教授武术 李小龙不仅才华横溢 而且愿意叫到他人 他乐意接纳所有向他拜师学义的人 不分种族和背景 这很快激怒了奥克兰当地的华人群体 他们认为武术技巧不应该教授 给华人以外的群体 最终 李小龙被迫出手 捍卫自己教学的权利 坚持中国功夫 船内不船外的武术家向他提出比武挑战 并表示如果他赢了 他可以继续开办武馆 但是如果他输了 他就必须关闭武馆 停止向华人以外的族群教授武术 李小龙的武术风格 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武术形式 当他还在香港地区的时候 他上过舞蹈课 1957年 他还因为出色的武资 而赢得了香港地区恰恰武冠军 他把自己在舞蹈中学到的动作 引入格斗技巧 其他拳手大多采取双脚固定的站姿 而他却不断地移动双脚 让他能够迅速应对对手的动作 李小龙的一生都在不断地求变 不断地调整自己 适应对手 最终 他的武术风格不仅囊括了永春拳 还融合了拳击 击剑和舞蹈 新势力对阵旧势力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李小龙的妻子琳达 琳达当时怀孕八个月了 他对那场比试记忆犹新 整个过程几乎滑稽 他回忆说 李小龙只花了三分钟 就把对手击倒在地 而且在被击倒之前 对手满场乱跑 试图摆脱李小龙 比赛结束之后 尽管李小龙赢得了对决 琳达却看到李小龙双手掩面 他告诉琳达 他的训练没有让他为这样的战斗 做好充足的准备 如他所说 由此李小龙的武术 向着自己的风格演化 此战之后 李小龙不再将他的知识 或者教诲束缚在条条框框之中 也抛弃了原来的许多训练方式 他怀着开放的心态 从咏春拳和功夫之外的格斗领域 汲取养分 加以利用形成了自己的武术哲学 在后来的采访中 他谈到我不再迷信武术风格 我不再相信存在什么中国的格斗方式 日本的格斗方式 32李小龙认为 搏击是一种自我表达的终极方式 应该突破传统的套路 当人们找我学习武术时 他们并不是来找我学习 如何防身自卫的 他们想要学习如何通过动作 愤怒或者决心表达他们自己 他相信个性比任何风格 或者流派都更重要 人们记住李小龙 不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造诣 而是因为他的坚韧不拔 他击败对手的能力 以及他设法打破传统思维的条条框框 将不同的格斗风格融合在一起 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哲学理念 那么他一生下来就是天才吗 他不经雕琢 就能在身体上精神上和哲学上取得非凡成就吗 丹尼尔 科伊尔 丹尼尔 丹尼尔 科伊尔 在《一万小时天才理论》 《The Talent Code》一书中 深入探究了天才到底是天生禀赋 还是可以通过后天进行开发培养的 他认为伟大并非与生俱来 而是通过后天培养出来的 通过深入练习 启迪 激发以及大师的指导 任何人都可以深入地发掘自己的天赋 让自己看起来 就像天赋与生俱来的天才一样 33 李小龙的女儿李湘宁 Shannon 在我们的年会上 谈到了他的父亲在技艺和学习方面的方法 他说 李小龙在成为电影明星和著名教练之前 完成的深度练习时长 已经达到成千上万小时 当然 其中包括 他早年在街头的打架经历 在随后的生活中 他也不是一夜之间 就掌握了名震天下的寸权 仅仅这一项技术 就需要多年的反复练习和艰苦努力 即便背部有伤 李小龙依旧继续训练 锻造自己 日复一日 周而复始 启迪 激发为你带来动机 是你奔向目标的燃料 李小龙作为美籍华人 在其他同学都不接纳他的情况下 他感受到的紧张压迫 赶成了他初始阶段的助推燃料 后来 激励他前进的 是他想要追求自我 表达的终极方法 另外 李小龙还接受了叶问大师的教导 叶问自少年时代 也接受过数位大师的栽培 李小龙成为叶问的徒弟时 叶问已经教授功夫 长达数十年 李小龙的才华 来自他的亲身经历 和所处的环境 二者在他成才的过程中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换作别人 他可能 就会被这样的经历和环境击倒 有多少人会预测一个 打架成性 成绩不佳的孩子 将来能成为大师级的导师 和哲学家呢 事实是这样的 成为天才 总是有迹可循的 看似神奇的东西 背后自有其方法 新信念 天才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通过深度练习达成的 大脑升级训练 阅读本书之前 上面这些常见的限制性信念 及这些谎言 其中有多少以信以为真 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现在就把它们写下来 下画线下画线 下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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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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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无法束缚住你 在进入下一章之前 先试一试以下内容 回顾一下你此前犯过的错误 你是否让这些错误限制了自己 读完本章之后 你对这些错误的看法是否有所改观 尝试一下 把你最近哪怕是今天学到的东西付诸行动 当你把知识转化为力量时 感受一下自己的成就 思考一下 在哪种情况下 你会任凭别人的意见左右你的行动 如果唯一值得你重视的是你自己的意见 你会如何处理相同的情况 草 草 草 一 思维模式解决是什么的问题 我们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信念 态度和假设 内容包括我们是谁 世界如何运转 我们有能力取得怎样的成功 我们应该得到什么东西 以及我们的极限究竟在哪里等等 二 一英里约等于1.6093千米 三 TED 指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三个单词首字母的组合 即技术 娱乐 设计 是美国的一家私有非盈利机构 该机构以它组织的TED大会著称 这个会议的宗旨是传播一切值得传播的创意 边折住 四 它是指那些经过实际精力积累的知识 五 大脑皮层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区域 六 检验动体 尤其是脑部新陈代谢的断层扫描 七 屏幕上的这些扫描图像会存在亮点 八 突出修剪 包括轴突和竖突完全衰退和死亡 是在许多哺乳动物 包括人类 得幼年期和青春期开始之间发生的突出消除过程 到成年时 婴儿大脑的大小将增加多达五倍 最终达到约86 正伏8一个神经元的大小 有两个因素促成了这种增长 神经元之间的突出连接的增长 和神经纤维的水壳化 然而 神经元的总数保持不变 修剪受环境因素的影响 被广泛认为代表学习的机制之一 青春期后 由于突出修剪 突出连接的体积再次减少 边褶住 九 端粒 Telamere是存在于 真核细胞现状染色体末端的一小段 DNA蛋白质复合体 它与端粒结合蛋白 一起构成了特殊的帽子结构 作用是保持染色体的完整性 和控制细胞分裂周期 端粒 这丝粒和复制原点 是染色体保持完整和稳定的三大要素 端粒的长度反映细胞复制时 即复制潜能 被称作细胞寿命的有私分裂中 边褶住 第七章 找到最能激发你的核心目的 Lin Dolly 李恩 多地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官 人类的动力滋养了文化 人类的动力是一种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资源 然而我们时常会低估它 人们说自己缺乏动力的时候 可能正动力十足地躺在床上玩手机 实际上 我毫无动力正是在自我催眠 动力要靠行动去争取 我们进行的最艰苦的斗争 往往会为我们带来最强劲的力量 它是一个过程 更是一种策略 动力既可控也可创造 在电影《永无止境》里 主角埃迪·莫拉·埃迪·莫拉 在影片开始的时候 无论对工作还是对生活都缺乏动力 找不到关注的焦点 也没有充足的精力 当他吃下能够促使自己迅速行动的药丸之后 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只要他想到的就能做到 让我们来破除一些与内在动力 一 相关的常见限制性信念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 与思维模式一样 我们的内在动力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没有人的动力始终处于固定水平 人们说自己缺乏动力的时候 其实情况并非如此 比如他们可能有十足的动力 让自己躺在床上看电视 内在动力并不意味着 在完成需要完成的任务时 你必须乐在其中 我的朋友汤姆·比利厄 是一名企业家 他虽然讨厌锻炼 但是他锻炼的理由清晰明确 且让人无法抗拒 所以他每天早上都会健身 我真的不喜欢洗冷水澡 但我每天都会洗 我将在第八章中解释原因 内在动力不是你一觉醒来 就会存在或者消失的 我们对自己说 我毫无动力 实际上这是在催眠自己 内在动力不是你拥有的固定资产 而要靠行动去争取 而且内在动力完全是可持续的 它绝不是洗个舒适的热水澡 不是你体验一会儿便结束了 除非你再次加热洗澡水 否则休想再感受 内在动力也不是开个短暂的研讨会 便能及时引发的 它是一个过程 更是一种策略 你能够控制它 并且可以遵循正确的方法 不断地创造它 这里有一个公式 内在动力等于目的 乘精力乘S3 当你把目的 精力和三个简单的步骤 S3结合起来时 你就会获得持续不断的动力 而动力的最终形式是心流状态 把内在动力想象成精力管理 去创造动力 为动力投入 不要浪费动力 拥有明确的目的或者理由 会让你精力充沛 进行相关的练习 可以为大脑和身体 其他部分创造能量 而我提供的小而简单的步骤 也只需你投入极少的精力 在本书的这一部分 我将放眼机后的 长期学习与生活 讨论如何创造强大的 可持续的动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先来明确你的目的 然后教你如何 创造精神和体力 两个层面的能量 让你的前进之路 能量满满 最后我会为你提供 创造动力的小而简单的步骤 此外 你还要利用好心流状态 目的驱使我们采取行动 因此我们的目的 必须足够明确 也就是说 知道为什么要行动 知道自己希望获得什么 产生足够的精力和能量 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你感到疲乏倦怠 或者你的大脑如坠云雾 那就说明你缺少采取行动的燃料 小而简单的步骤 只需花费少量的精力 这样你就不会因为不堪重负 而手足无措 最后 进入心流状态 是获取动力的终极解决方案 Jim Quick 吉姆 奎克 好的理由 收获好的结果 如果让你描述自己的特点 你会使用哪些词汇 你具备怎样的价值观 你具备怎样的目的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的致命伤都是睡眠不足 就像超人面对课时一样 对我来说 入睡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 经常通宵达旦地学习 试图通过延长学习时间 解决我在学习上遇到的困难 所以最终我出现了严重的睡眠问题 我在学校时总是昏晦欲睡 但是我想尽一切办法克服疲劳感 因为我非常想努力学习 想取得好成绩 让家人以我为傲 我的目的和理由非常清晰 所以我动力十足 即便我在18岁时 掌握了快速学习的技能 不需要每天疯狂工作长达数小时 但是成年之后 睡眠问题依旧困扰着我 而且我的睡眠情况越来越糟糕 20年来 我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2-4小时 期间还会经常醒来 缺乏睡眠的时间越长 就越难保持对现实世界的感知能力 或者说越难保持自身的动力 缺少睡眠会损害你的认知技能 注意力 记忆力 和大脑的整体健康 缺乏睡眠是导致抑郁症和许多情感障碍 Mode Disorder的常见原因 我非常清楚 由于缺乏睡眠 我的处境无比糟糕 我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张 我到处演讲 去全球各地出差 这对睡眠没有丝毫帮助 有一年 我在旅途中的日子长达235天 跨越时区 导时差 陌生 陈旧的酒店房间 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你的大脑应该能够勾勒出这样的画面 我的大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缺乏睡眠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记忆专家一觉醒来 却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 这让我颇为困惑 我长期学习冥想 我的大脑在晚上 并没有冥思苦想些什么 也没有在飞速运转 而是尽可能地处于平静状态 就在几年前 我因为连续几个晚上没有休息 最后住进了医院 我参加了一项针对通宵失眠的研究 医生诊断我患有严重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低通气综合征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nia syndrome BOSIS 这是一种身体上的疾病 我每天晚上都会停止呼吸200多次 现在经过多次治疗之后 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 我的睡眠情况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通过手术修复身体方面的阻塞之后 我就能通过本书第八章介绍的方法 优化我的睡眠了 在我最困难的时刻 我会问自己 为什么我要继续做我正在做的事情 为什么我要努力克服困难 本来我只需简单地告诉自己 我已经没有能量再去完成这些工作了 完全可以停下来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 我的目的和内在动力采取行动的动机 是努力学习 以此弥补我在天赋方面的不足 向自己证明我能行 但是在提升了自己的学习水平之后 为什么我还要如此努力地工作呢 为什么我筋疲力尽 缺乏睡眠 极度内向 还是要做一次又一次的演讲 制作一段又一段的视频 主持一个又一个的播客 这和我小时候的驱动力是一样的 我有清晰明确的目的 我绝没有让别人经历我的痛苦和挣扎的意思 我的使命驱动我前进 那就世界锁大脑 让大家的大脑变得更优秀 更聪明 我们进行的最艰苦的斗争 往往会为我们带来最强劲的力量 童年时期 我面临两个主要的困难 一是学习 二是公开演讲 生活似乎特别有幽默感 截至目前 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进行公开演讲 演讲主题就是学习 曾几何时 我无法阅读 但是现在 我知道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如何更好地阅读 曾几何时 我费尽周折想了解我的大脑 但是现在 我当着成千上万的听众授课演讲 帮助他们理解他们所拥有的神奇工具 大脑 我现在知道 所有的困难与挫折中 都蕴藏着一份馈赠 同样 几十年睡眠不足的经历 让我收获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教训 第一 睡眠不足 迫使我在自己的生活中 不断地实践本书中的所有内容 如果我没有学到这些方法 就不可能达到目前的水平 所以我对这些方法深信不疑 每次在进行演讲前 我几乎无需准备 因为我每天都在使用这些技巧 我的生活就是在实践这些方法 这就是我 第二 睡眠不足 迫使我必须有明确的目的 对身份的认同 价值观和理由 去完成每天的工作 当睡眠不足时 我的精力是有限的 而且 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所以我不能浪费它们 我必须对自己的事业 有清晰的认识 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从事这些工作 然后根据轻重缓急 合理安排工作 我所做的这些选择 让我充满动力 不知疲倦 我会在本章中讨论相关的内容 坚持问为什么 西蒙 斯涅克的从为什么开始 Start with why 是我最喜欢的图书之一 我也在自己的节目中采访过他很多次 他经常强调 你要能够向别人传达你为什么要做你所做的事情 这非常重要 斯涅克解释道 如果你能清楚地表达驱使你的信念 你的为什么 人们就会接纳你提供的东西 或者正如斯涅克经常说的 人们购买的不是你生产的产品本身 他们购买的是你生产这款产品的原因 因此 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生产这款产品 别人又怎么会知道呢 第二个具有魔力的问题是 为什么我非用这个不可 这是有原因的 你还记得其他两个具有魔力的问题吗 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 他们最喜欢问的就是为什么 他们总是不停地问为什么 你知道 为什么记住元素周期表 或历史日期很重要吗 如果你不知道他们的重要性 你可能就无法记住周期表和历史日期 在商业中 我们经常会听到目的 purpose和目标 go这两个词 但你真的知道他们的含义吗 他们的意义是相同的 还是有所区别的呢 目标是一个人想要到达的位置 而目的是一个人想要实现目标背后的原因 无论你的目标是每周读一本书 学习一门外语 塑形健身 还是准时离开办公室去看望家人 这些都是你想要实现的事情 但是你要怎么实现它们呢 设定smart智能 目标是极受欢迎的一种方式 是的 smart是以下五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组合 s代表specificic具体的 你的目标应该明确 不要以变得富有为目标 你需要明确 自己想要赚多少钱 这需要你设置具体的金额 m代表mashable可衡量的 如果你无法衡量你的目标 就无法管理它 保持身体健康 就是一个无法衡量的目标 但是六分钟跑完一英里 却是可以衡量的 a代表actionable可行动的 你不会在搞不清路线的情况下 开着车前往陌生的城镇 你需要制定实现目标的行动步骤 r代表realistic 现实的 如果你住在父母的地下室里 那么成为百万富翁 对你来说就过于困难 你的目标应该是挑战自我和提升自我 但是步子不宜过大 否则你很容易便会放弃 t代表time-based 有时间限制地谈到这点 我的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出 目标是有最后期限的梦想这句话 设定完成目标的实现 这会让你更有可能实现目标 对许多人来说 前文叙述的整个过程虽然合乎逻辑 但是令人有些无从下手 你的目标是在脑中构思 然后依靠双手实现的 你需要确保它们与你的情绪相匹配 给予你的heart 内心相匹配 h 代表healthy 健康的 你怎样才能确保你的目标 服务于你的人生幸福 你的目标应该有利于你的心理 身体和情绪健康 e 代表enduring 持久的 当你想放弃时 你的目标应该能够激励和支撑 你度过困难时期 a 代表enduring诱人的 你不应该总是强迫自己 去实现你的目标 你的目标应该是令人兴奋的 诱人的 迷人的 它们应该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牵引你向它们靠近 而代表relevant 密切关联的 在不知道设定目标的意义的情况下 不要设定任何目标 在理想状况下 你的目标应该与你 正在面临的挑战 人生目的或核心价值观 密切相关 t 代表truth 真理 不要因为你的邻居在做某件事情 或者你的父母期望你做某件事情 就将它设定为你的目标 确保你的目标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是你发自内心认可的事情 如果你自己都不喜欢你的目标 那么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 你很可能会懈怠 拖延 甚至会妨碍自己 关于目的和热爱 了解你的人生目的 有助于你正直的生活 清楚自己的生活目的 也就清楚了自己是怎样的人 自己要做什么 以及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只有了解自己 才能更轻松地过上 符合自己核心价值观的生活 生活目的包含生活中 最能激发个人潜能的核心目标 它们是我们早起奋斗的原因 目的可以知道 我们在生活中做出决策 影响我们的行为 塑造我们的目标 并为我们提供前进的方向 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意义 对我来说 我生活的目的 是为世界打造更出色 更聪明的大脑 英语中充斥着这样的单词 它们可以互换使用 并且好像意思 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比如 nice 美好的 和cand 有好的 人们在使用这两个词时 通常不会加以区分 但是这两个词的词根 却有不同的故事 nice 义词来自拉丁词汇 nice 义词是无知的 而cand 义词源于热而慢语 与tin 亲戚相关 cand 义词的本意是自然 自然的秩序 还有固有的品质 形式或条件 它由亲戚之间的感情 这个意思演变而来 最终变成了友好的 刻意为他人做好事的意思 一 热爱和目的 也属于同一类词 人们经常将它们混为一谈 无论在网络上 励志图书中 还是在泰的演讲里 这两个概念 总是频繁地被提及 如果你在生活中 感觉不到充满激情的热爱 或者强烈的目的性 你总会觉得 自己缺少些什么 然而 依我的经验来看 热爱和目的 绝不是一回事 相反 其中一个导致了另一个 找到你的热爱 不是选择正确的生活道路 也不是找到完美的职业生涯 寻找热爱就好比试验 你要看看 是什么点燃了你的快乐 当我们重新找回最本质 最鲜活的自我时 热爱悠然而生 这个最本质 最鲜活的自我 已经沉默寡言了两久 淹没在别人的期望 所带来的重压之下 重新找回这份自我 让它重见天日的正确方法 有很多种 我相信当我们从固定型思维模式 转换为成长型思维模式时 就像我们在第六章中讨论的 如果能戳穿那些谬论 我们就会明白 兴趣和热爱 可以通过个人的经历 投入和努力培养 此外 我们可以同时培养多种热爱 当进行探索时 你可以同时选择很多 想要探索的事物 没必要选择其中一个 而放弃另一个 找到你的热爱 就像找到你的真爱一样 你必须经过多次约会 才能找到完美的伴侣 即使你找到那个特别的人 彼此的感情 也不会像魔术般迅速建立 因为建立一段感情 需要付出与努力 找到你的热爱也是一样的 你需要进行实验 看看你到底对什么感兴趣 这需要你付出努力 总而言之 热爱可以照亮你的内心 我对学习的热爱 诞生于努力和奋斗中 他们也定义了我的人生 大脑升级训练 你目前所热爱的是什么 列出三点 然而 目的代表你与他人的关系 目的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最想与他人分享的东西 它需要你运用你的热爱 当我们仔细研究目的时 你会发现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通过我们的热爱去帮助别人 我们承担的最伟大的任务 就是分享我们积累的知识和技能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仅此而已 它并不复杂 你的热爱可能是在水下做编织 你的目的就是与他人分享这件事情 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我的热爱是学习 我的目的是教别人学习 这种目的深深地根植于我的内心 我不需要强迫自己去行动 因为它已经内化为一种本能 当每天清晨醒来时 我就已经充满了动力 整装待发 心怀兴奋地想帮助他人 解决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美好人生工程 Good Life Project的创始人乔纳森 菲尔兹 Jonathan Fields 曾经到我的播客做客 他认为人一生中会拥有许多热爱的事情 因为我们自身会发生变化 我们表达热爱的媒介也会发生变化 他认为 如果你把自己局限在一种热爱中 一旦你的人生发生变化 让你无法再去追寻所爱之事 那么你很可能会感到迷茫 你需要找到你的热爱背后的深层意义 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去引导你如何表达热爱 大脑升级训练 你清楚自己的人生目的吗 即使你还不知道 把可能的选项写在下面 下话 线下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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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你是谁 人们经常讨论如何获得动力 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经常忽略一个内容 你的身份认同 即你是谁 从内心深处来看 你认为自己是怎样的人 有人说英语中最强有力的同时 也是最短的两个词 是I am 我是 你在这两个词语后面加上的内容 决定了你的命运 比如你想戒烟 其因可能是医生向你发出了警示 最终你接受了应该戒烟这个想法 如果你认同自己烟民的身份 并且经常说我是烟民 那么除非你能彻底瓦解这个身份认同 否则你很难成功戒烟 当你认为某个特定的行为 定义了你自己时 实质上 你是在引导自己做出 并且认同这种行为 对于行为改变 Behavior change来说 这点至关重要 斯坦福大学进行过一项有趣的研究 揭示了启动效应 Priming effect 对于参与者的影响 研究人员克里斯托弗 布莱恩 Christopher Bryan 将实验参与者分为两组 第一组参与者填写一份问卷 问卷中包含投票这样的词语 以及投票对你来说 有多重要这样的问题 第二组的问卷在措辞上 对问题进行了些许调整 比如对你来说 当一个选民有多重要啊 实验参与者还被问及 是否计划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 之后 研究人员是用公共投票记录 来确认实验参与者是否投票 布莱恩和他的团队发现 问卷中包含 选民等身份认同陈述内容的 参与者投票的可能性 比那些只被问及 是否会参加投票的实验参与者 高出十三 三 你有意识地认同你 想要养成某种习惯 达成某个目标 或者有意识地不认同 你不想再继续的习惯时 你会感受到巨大的助推力 如果你此前总是在告诉自己 你的学习速度很慢 或者你没有学习的能力 那么现在你要开始告诉自己 我不仅学习速度快 而且很高效 只要我们采取的行动 永远与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保持一致 我们就能获得最强劲的驱动力 它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大脑升级训练 思考六十秒 疏离你的意识流 用我是造句写滥下面的横线 下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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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下画线 审视你的价值观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价值观 你的习惯可以在深思熟虑之后建立 但是如果你的价值观与终极目标不匹配 你就无法实现你的人生目标 例如 如果你想要记住别人的名字 你就应该重视人际关系 你的行为必须以某种方式体现你的价值观 否则你的行为会缺乏动力 我们的价值观是分层级高低的 如果我问你 对你来说 生活中的什么是最重要的 你可能会告诉我家庭是你最珍视的东西之一 那么我进一步追问 家人为你做了什么呢 对我来说 家庭为我提供了爱 对你来说 它可能给你带来了归属感 这里 我们需要注意的区别是 家庭是一种手段价值 means value 即一种达到目标的手段 而目标价值 and value 是爱和归属感 当我们审视自己的价值观体系时 我们可以确定 我们所述的价值到底是目标还是达到目标的手段 我们需要确定价值观的优先级 我的价值体系从高到低 依次是爱 成长 贡献和进取 每种价值都建立在低一级的价值之上 又为比它更高一级的价值做出贡献 一个人的价值观觉不会一年一变 除非你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 比如说 有了孩子 失去了挚爱 结束了恋情等 当我们对自己的价值观和我们最亲近的人的价值观不够敏感时 就可能会催生我们与亲近之人之间的冲突 不和谐的关系通常是由价值观冲突引起的 假设你的价值观包括冒险和自由 而你的伴侣看中安全和稳定 那么你们之间争执频发也就不足为奇了 问题并不在于谁的价值观是正确的 谁的是错误的 而在于两个人的价值观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或者你们两个都非常重视别人对自己的尊重 但你们对于尊重的定义不同 也就是说 除非你讨论过到底如何定义尊重 否则还是会产生分歧 找到充足的理由 在生活中 做所有事情都需要充足的理由 才能收获回报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证明 即便自我感觉不佳 也可以充满动力 当初我的睡眠问题不断恶化 我的个人感受极差 但是我依旧没有停下脚步 依旧继续教导别人更好的学习 此外 经常会出现当天感觉极好 但最终没有完成计划的情况 如果你只是感觉良好 但是缺乏行动的理由 最终依旧会一事无成 理由与你的目的 身份认同和价值观紧密相连 它将充分激励你采取行动 即便面对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日常障碍 也是如此 一位70岁的老人喜欢早上4点35分就去健身房 因此他身体硬朗 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健身 而是因为他希望保持身体健康 这样才能更久地陪伴家人 这就是他充满动力进行锻炼的原因 即便他内心与很多人一样 更愿意睡个懒觉 学霸认真读书 并不是因为读书让他快乐 而是因为他想要在考试中获得第一名 这样他就极有可能拿到实习机会 然后获得梦寐以求的工作 你需要完成的每一项任务 即便是那些令人不快的任务 背后都需要一个充分的理由 你不喜欢做饭 但是你希望家人能吃到可口的美食 而且过度依赖外卖和快餐的危险 众所周知 所以你还是会亲自下厨 演讲让你感到不适 但你知道你的团队需要你在会议上 凝聚整个公司的力量 支持你们的项目 你觉得经济学不仅令人望而却步 还有些枯燥 但是你需要学习这门课程 才能拿到市场营销学位 你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在现实世界中 运用自己的营销技能 所以你必须学好经济学 如果你正在苦苦寻找学习的动力 或者完成其他事情的动力 这说明你很可能还没有发现 你学习或者完成其他事情的理由 考虑一下你的热爱 你渴望的身份认同 或者你的价值观 他们如何为你的理由奠定基础 你已经知道 当你有记住某个内容的动力时 你才更有可能记住它 相反 如果你找不到任何动力 去记住别人的名字 那么可能只是转头和别人聊天的功夫 你就已经把对方的名字 忘得一干二净 又如你热衷于帮助别人建立更好的关系 你认为自己善于牵线搭桥 爱是你的价值观之一 那么你学会记住别人名字的理由 就能很容易地找到 我想学会记住别人的名字 这样我可以与周围的人 建立更融洽的关系 可以与我关心的人联系得更加紧密 现在先停下来 想一想你让自己学习的更好的三个理由 你的理由必须是具体的 比如我想要学西班牙语 这样我就可以和我的西班牙籍岳父交谈了 我想学习美国历史 这样我就能帮助我的孩子 更好的完成学业 或者我想学会如何更好的进行调研 这样我就能完成我的商业计划 帮助我的公司找到投资者 把它们写在下面 找到行动的理由 会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 自己应该致力于何种事业 自己对自己的爱很大一部分 体现在保护自己的时间和能量上 在任何时候都要合理分配你的时间 情绪心理健康和空间 这非常重要 尤其是当你缺乏睡眠时 如果身体缺乏必要的燃料 比如睡眠或食物 你的身体资源就不像其他时候那么丰富 所以保护现有的资源就变得极其关键 当我做决定时 我对事情所持的态度要么是肯定的 要么是否定的 我的态度清晰明确 绝不含糊 如果我觉得我并不是完全认同某件事情 我就不会行动 因为我没有多余的能量 坦白地讲 我并没有所谓的错失恐惧症 在过去的几周 几个社交和工作聚会邀请我出席 我都婉言谢绝了 因为我非常清楚 自己花费时间写这本书的目的和动力 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享受错失带来的快乐 当机社会 很多人每天都会感到疲惫困乏 那是因为面对每个机会 邀请或者请求 他们都觉得必须说好的 虽然保持开放的心态 并考虑各种选择无可厚非 但是当你想要接受某件事情 给对方肯定的答复时 你需要慎重 因为你很可能无意之中 拒绝了自己和自己的需要 写下你的得失 什么是内在动力 内在动力是一系列 痛苦或愉悦的情感 它们是我们行动的燃料 内在动力从何而来 它源于我们的目的 即当我们充分感受到行动 或不行动的后果 并建立情感联系时 内在动力随之产生 让我们做个练习 想一想 如果你没有学会 如何利用本书的内容 你必将面对的 所有损失是什么 写下他们 眼下或者未来 这会让你付出何种代价 例如 你可以写下来 我必须努力学习 否则就只能接受 平庸的成绩 或者工作 我就无法和我爱的人 在一起 或者我很难获得加薪 关键在于 你需要让自己 感受到那种情感 不要完全凭借理智行事 我们做出决定的依据 是切身感受 去想象 去感受 如果你未能行动 最终可能产生的痛苦 这是你最终做出改变 并坚持到底的唯一方法 如果你能利用痛苦 而不是让痛苦掌控你 那么痛苦 就可以成为你的老师 如果你能诚实地面对自己 你可能会写下这样的话 我只能接受一份 我讨厌的工作 工资很低 工作时间很长 没有空闲时间 留给自己和陪伴他人 余生只能忍受这份工作 在无聊和沮丧中度过 这种想法 能让你采取行动 改变现状 按照本段的例子 写下你内心的想法 下话线下话 线下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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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下话线 现在让我们进行 令人兴奋的练习 写下通过学习本书的技巧和技能 你能收获的好处和利益 将那些能让你兴奋起来 和带来动力的 是勤列一份清单 比如 我能够在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开始创业 学习新的语言 去环游世界 或者 我会有更多的空闲时间 可以锻炼身体 会更加健康 可以外出度假 可以陪伴男朋友 女朋友 或者只是简单的一句 我终于能有空闲时间了 好好放松一下 重申一下 要确保你的理由有足够的说服力 有真实的情感来支撑 你必须让自己清晰地看到 真切地感受到 学习这些内容的益处 按照本段的例子 写下你内心的想法 下话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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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阅读本书的创造强大的可持续的动力这部分时 我希望你能思考你的热爱身份认同价值观和理由可以如何被用在学习之中 直到我长大成人 我才找到我的热爱和目的 在我历尽艰辛的学习过程中 我培养了自己对学习的热爱 因为它帮助我进入无限可能的境界 我的目的是教别人学习 这样他们就可以突破自己在学习方面的极限 小时候我强迫自己学习 努力达到平均水准 我在自我认同方面有很多问题 我是那个大脑坏掉的男孩 我认为自己很愚蠢 我必须改变看待自己的方式 放弃这种让我无法学习的自我认同 我并没有告诉自己我的脑子坏了 我对自己说我是学习者 在价值观方面 如前所述 我看重成长和冒险 对我来说 成长和冒险的过程都涉及学习 学习直接帮助我成长 让我体验到冒险的感觉 特别是在我学习新奇和困难的内容时 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没有丝毫犹豫 我不安分确定 学习直接作用于我实现价值观的过程 我行动背后的每个理由都让我充满动力 这样我就能帮助更多的人 改善他们的学习效率 所有作家都清楚 写书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理由 是我想把我的方法教授给全世界更多的受众 特别是那些无法观看我的在线课程的读者 这个理由让我永远不会停下脚步 如果没有解决这些看不见的限制性身份认同 逼迫自己产生动力 那么你很难走远 当你感到身陷困境 手足无措时 思考你的目标和价值观是否匹配 然后问问自己需要进行怎样的调整 会看前一张列出的阻碍你前进的七个限制性信念 也许第八个限制性信念就是你拥有动力 一觉醒来便能感受到充满动力 实际上动力无法拥有 而是需要实践 归根结底 动力是由许多习惯和惯例组成的 是在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指引下 你周而复时每天都会做的事情 小杰 寻找热爱的过程 就是不断地给自己带来新鲜感 让自己进入全新的环境 看看什么能让自己眼前一亮 如果你觉得自己受到限制 或者自己看起来很糟糕 那么你就很难找到自己的热爱 所以一定要放下这些想法 享受探索新鲜事物的过程 在探索的初始阶段 你会感到不适 但是随后你便能找到生命中 全新的热爱和目的 在我们进入下一章前 试着回答下列问题 写下你最常说的 我是句子列出清单 你觉得这些句子 从哪些方面定义了你 列出你最看重的东西 然后按重要程度排序 想想这与你对自己的定义 是否一致 养成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问为什么的习惯